女孩从小就在猪圈里长大 或者猪狗不如的生活 只因她是伯爵大人的私生女 当年还是庸人的母亲被伯爵大人侮辱后 怀上了她 那时候母亲为了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曾经尝试过从高处摔下来 即便如此肚子里的孩子依然不肯放弃生命 最终母亲还是在猪圈里偷偷生下了她 在得知是个女孩后 为了不被伯爵府发现 母亲只能含泪将孩子送给祖母照顾 可是好景不长 善良的祖母也在一个雨夜离他们而去 母亲也在那一天开始渐渐疏远她这个女儿 更是经常在她耳边灌输以后不可以吃太多 不要在有男人的地方上厕所 头发也必须每天都要染一遍 那个时候女孩虽然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但依然遵循母亲的主妇度过了十几年 长大后的女孩每天都要在猪圈里工作 也经常会看见一个陌生人出入母亲的房间 那个时候母亲就会把她藏进柜子里 虽然女孩也曾怀疑过那人是否就是自己的父亲 可母亲总是让她不要多问 出于对母亲的信任 再加上每天疲惫不堪的工作 所以女孩也就没有闲情去思念那位素未谋面的父亲 她又投入到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中 农场主依旧对她忽来换取 女孩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小猪喂食 也会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和小猪们分享 可这天她给伯爵府送完草料的时候 又一次遇见了那个变态的伯爵府小儿子阿维奥 女孩知道今天又要被她毒打一顿了 无论阿维奥如何猛踹她的肚子 身份低贱的女孩都只能默默忍受 等撒完妻阿维奥离开后 女孩痛苦地爬起身子 她知道自己又一次活了下来 可等到晚上的时候 女孩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 担心的母亲急忙过来查看 却看到女孩裤子上精硬着一丝血迹 就当女孩怀疑自己这是受了内伤才流血不止的时候 母亲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 更是不断嘶吼着上天为什么要折磨她们母女俩 抱着心中的疑惑女孩询问母亲这是怎么了 可母亲却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更是紧紧抱住女孩诉说这一切 女孩这才明白从这一天开始 她已经变成了女人了 自己曾经成为歧视的梦想也随着不复存在了 等到第二天女孩醒来的时候 为了干活她强忍着身体传来的疼痛 喝下一碗西粥 却没想到回家的路上 又撞见了那个恶毒的男人阿维奥 女孩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她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是否还能撑住对方的毒打 面对阿维奥让她从胯下钻过去 为了不被毒打女孩只能遵照她的吩咐 怎料阿维奥还是一脚踹在了女孩的脸上 尽管女孩已经口吐鲜血 可阿维奥还是不打算放过她 更是在女孩脸上吐了一口千年老痰后才肯离开 女孩子全程捂住脑袋不敢吱声 看着自己早已血肉模糊的双手 即使这样女孩依旧还想继续活下去 经历这次毒打后 女孩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 面对高烧不退的女儿 心里憔悴的母亲也是没了办法 为了保住了女儿的性命 母亲最终独自一人来到了公爵府 请求对方帮她找个医生救救女儿 闻言公爵大人也是感到一阵意外 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女人竟然还有孩子这件事 但她依旧不打算出手相助 可当她得知女孩有着一头银色头发 而且今年已经17岁的时候 公爵大人瞬间露出一某邪校 女孩从小就在猪圈里长大 为了生活母亲只能把她当作男孩子养大 尽管生活已经过得如此艰苦 那个恶毒的伯爵扶小儿子 还是把女孩打得遍体鳞伤 没有办法的母亲 只能第三下次地求助女孩的亲生父亲 那个曾经侮辱过她的伯爵大人 在表明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后 心肠歹毒的伯爵罕见决定出手相助 女孩最终才在医生的治疗下检回一条小命 等女孩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才从母亲那里知晓自己竟然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 不过她更加奇怪 为什么只会给贵族看病的医生也在这里 等母亲把医生送走后 身体逐渐恢复的女孩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 母亲也决定把心中藏着的秘密告诉女孩 她端来一盆神秘药水 轻轻擦拭着女孩的头发 还告诉女孩她的父亲 正是罗马尼奥家族的现人家主伯爵大人 等母亲为女孩擦去头发上的颜料 女孩终于露出本来的发色 作为私生女的 她竟然继承了伯爵大人的银色头发和蓝色眼睛 了解一切真相的女孩更加痛恨现在的生活 等到晚上母亲偷偷带着女孩去见伯爵大人 门口的管家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等到大门被缓缓打开 伯爵大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母女俩 面对父亲冷酷的目光 女孩仿佛被毒蛇盯上一般 身体更是不自觉地跪在地上 看着一脸戏血的伯爵大人 母亲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退缩了 自己的人生早已被这个人渣给彻底毁了 所以哪怕知道这是一场赌注 母亲依旧希望伯爵大人承认女孩的身份 她不想女儿和自己一样成为连畜生都不如的庸人 可伯爵大人却突然一把抓住女孩的下巴 她也没想到这个庸人生下的私生子 竟然还继承了自己独特的血统 再次确认女孩不是男孩子后 伯爵大人把女孩像丢垃圾一样丢开 女孩也终于意识到哪怕自己拥有父亲的血脉 可就因为自己是个女孩 在父亲的眼里什么也不是 自从这件事过后 女孩总是做着同一个噩梦 在梦里父亲如同丢垃圾一样把她丢进火里 每当女孩从噩梦中惊醒时 母亲只能嘱咐她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女孩也恢复到和从前一样的生活 她依旧早上在猪圈里给猪喂食物 下午帮蒙常煮给伯爵府送肥料 可这天忙碌一天的女孩准备回家时 正在水井边冲洗身体的 她又撞见了伯爵府的小儿子阿维奥 对方更是侮辱女孩低贱的身份 不配使用城里的水井 尽管女孩不断道歉认错 可还是被阿维奥毒打一顿 女孩只能不断跪在地上 祈求对方绕过自己一命 可心里扭曲的阿维奥却好似发现了什么 更是直接把手伸向了女孩的脖梗 嘴里更是贪婪地喘着粗气 可把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这个气息和小时候 她在柜子里听到的声音一样 但那是男女之间才有的事情 可对方应该不知道她是女孩子才对 好在阿维奥只是在她身上 简单摸索了一下就转头离开了 如此一幕女孩虽然感到无比恶心 但只要不被毒打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这个恶毒的阿维奥竟然发现了 她是女孩子的秘密 心肠歹毒的她更是想要占有女孩的身体 不过这些已经回到猪圈的女孩并不知晓 就当她给母猪做产后护理时 伯爵大人却又把她叫进了伯爵府 更是准备把她这个亲生女儿 嫁给那个凶悍丑陋的恶魔 17年前被侮辱的母亲 在马厩里偷偷生下了她 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子 心肠歹毒的父亲 就要把她这个私生女 嫁给最残暴丑陋的恶魔 原来女孩给母猪做产后护理时 伯爵夫人也发现了女孩的身份 她本以为已经将城内 与伯爵有染的女人彻底处理干净了 却没想到还是漏掉了一个私生子 还好伯爵大人虽然承认了女孩的身份 但却打算让她代替伯爵夫人的女孩 嫁给那个恶魔公爵 女孩也没想到这个所谓的父亲 当年玷污了母亲的清白还不够 如今还打算操控她今后的命运 被吓傻的女孩只能跪在地上不断求饶 可伯爵大人却用女孩的母亲 要挟女孩最好乖乖听话 想到善良的母亲 无力反抗的女孩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等伯爵大人为女孩取名为小娜后 就让仆人将她戴下去洗掉那身低贱的气味 换上女装的小娜傻傻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她不知道母亲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会是什么表情 为了苟活下去 她也只能听从伯爵大人的一切安排 就当小娜准备去学习贵族礼仪时 却遇到那个经常毒打她的男人阿维奥 在看清小娜身穿女装的样子后 阿维奥不敢置信地擦了擦眼睛 曾经那个只能在自己胯下爬行的小丑 居然在伯爵府穿着昂贵的礼服 于是她愤怒地拉着小娜的身体 怒斥小娜低贱的身份竟然赶来伯爵府 可小娜的眼里却没有丝毫波澜 随手撇开阿维奥肮脏的右手 平静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叫纳利塔斯 文言阿维奥瞬间瞳孔震惊 这个之前自己随手便可拿捏的臭虫 居然也是负起了海岸 不顾身后愤怒的阿维奥 小娜平静地来到了学习贵族礼仪的地方 却不知眼前这个面目和善的家庭教师 今后将会是她坠入深渊的开始 在学习贵族礼仪的课程上 小娜只要敢念错一个字 博伟夫人就会用带刺的藤条狠狠地毒打她一顿 尽管她的后背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可博伟夫人如同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 从不吝啬手中的藤条 小娜也从这一刻开始起模仿贵族的生活 直到发生了那件令她都感到意外的事情 之前一直把她当作臭虫的阿维奥 突然对她的态度异常和善 不仅教小娜骑马射箭 更是在看到小娜有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冲上去 小娜原以为这不过是她模仿贵族生活的一部分罢了 怎料刚才还文文儒雅的阿维奥又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不仅嘲讽小娜明明是个垃圾 却有着如此柔嫩的肌肤 更是直接将手伸进了她的衣服里 看着阿维奥贪婪的样子 小娜震惊不已 她忽然想起之前阿维奥曾经也是这样的表情 她才明白阿维奥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无论自己是男人也好女人也罢 这个恶心的家伙好似根本就不在意 面对准备侵犯她的阿维奥 小娜想起了当初的母亲 那个时候没有选择余地的母亲 只能在伯爵大人的淫威下屏住呼吸 凭什么明明是贵族们犯了罪 背负苦难的却是身份卑微的他们 就当阿维奥马上就要得逞时 小娜最终选择了反抗 毫不客气地甩牌阿维奥的脏手 并且警告她如果敢侵犯自己 伯爵大人知晓后一定会亲手博管她 文言阿维奥浑身颤抖地愣在原地 她知道小娜这是在威胁自己 可她不敢惹怒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 再警告小娜明天必须来马场见面后 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小娜则来到从前照看的猪圈里 看着无忧无虑在操场奔跑的小猪 联想到现在受人操控的日子 她真的很怀念以前养猪的生活 可现实依旧是残酷的 她依旧还要继续模仿贵族们的生活 伯伟夫人依然每天不停地鞭打她 小娜在痛苦中度过了整整五个月 这段日子小娜也彻底明白 只有反抗才能彻底摆脱树 当女人不再默默忍受虐待时 反抗才是她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 原本小娜只不过是父亲眼里 连垃圾都不如的私生女 每天都要学习贵族们的生活习惯 代替妹妹嫁给恶魔 从未念过书的 她仅仅只是念错一个字 伯伟夫人的藤条就会落在她的身上 小娜恨透了这里 每一个不把她当人的畜生 在痛苦中度过了整整五个月 伯伟夫人那永远不会停止的鞭子 也让小娜知道只有反抗才能保护自己 所以当皮鞭再次落在她的身上时 小娜不带一丝感情地站了起来 伯伟夫人 我马上就要嫁给公爵大人了 难道你是打算让我在新婚之夜 穿着衣服睡觉吗 还是要让我的丈夫看见满身的伤痕呢 伯伟夫人也没想到 这个小丫头竟敢当面威胁自己 但她更清楚得罪一位公爵夫人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面对有恃无恐的小娜 伯伟夫人第一次从这个女孩身上感受到了恐惧 从那以后小娜再也没挨过一次毒打 可之前在马就羞辱她的阿维奥又一次找上了门 只不过这次却是扭扭捏捏的样子 原来阿维奥自从知道小娜是个女孩子后 每晚都会梦见小娜的身体无法自拔 最终病态的阿维奥选择向小娜表白自己的心声 小娜也被这个疯子的想法吓了一跳 回想起当初对方毒打她的种种过往 难道伯爵一家人只会给所爱之人带来无尽的痛苦吗 带着深深的恨意 小娜嘲讽地告诉阿维奥 我也爱着大人您了 文言阿维奥还以为小娜这是接受了她 随即就准备让父亲大人不要把小娜送到恶魔的身边 可小娜这时又表示 伯爵大人伯爵夫人和梅林也是她所爱之人 阿维奥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是被戏耍了 她恶狠狠地抓住小娜的衣服 一拳狠狠地打在小娜的脸上 小娜的眼里却没有丝毫波澜 她深知这个恶毒的男人不会轻易改变 心中滔天的恨意早已盖过身体传来的疼痛 抹去鲜血带上微笑 反正结局都是死亡 这样的自己还有什么好可怕的呢 没了阿维奥的骚扰后 小娜依旧像纸木偶一样模仿贵族小姐的生活习惯 伯爵大人也罕见地让她参加家族晚宴 这恶毒的一家人竟然还是忠诚且纯粹的信徒 无比恶心的一幕更加刺激了小娜的内心 看着穷人这辈子都吃不起的食物 小娜却丝毫没有胃口 尽管伯爵夫人的女儿梅林 一直在耳旁侮辱她是猪圈里的孩子 肯定对贵族丰盛的晚宴无法下咽 小娜也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她想起了许久未见的母亲 也不知道母亲今天的晚餐是不是一碗白米粥 可小娜不知道的是 就当她在伯爵府学习的这段时间 善良的母亲却遭受了天大的虐待 那个恶毒的伯爵夫人还是找到了家里 尽管母亲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依然祈求伯爵夫人放过自己女儿一命 还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才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母亲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小娜作为伯爵大人的私生女 被迫要代替伯爵的正牌女儿梅林 嫁给那个凶残的恶魔公爵 本以为自己的忍让能换来母亲安稳的生活 可恶毒的伯爵夫人还是来到了家里 更是把母亲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等小娜偷偷从伯爵府回到家里时 却看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母亲 那一刻小娜哭得撕心裂肺 她和那些伤害母亲的人 她顿痛恨自己的无能 明明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做的 可却无法追究那人的责任 看着躺在床上身体逐渐冰冷的母亲 那一夜小娜卑微地跪在地上 恳求伯爵大人救救母亲 尽管伯爵大人最终派去了医生为母亲诊断 但却用母亲的生死威胁小娜 如果她嫁给公爵后发挥不了应有的价值 她也无法保证今后这样的事情是否还会发生 也是这一天复仇的种子在小娜的心里彻底埋下 数月过后宫爵府在婚礼前夕也送来了大批彩礼 小娜也知道自己出嫁的日子也快到了 之前向她表白的阿维奥却在婚礼前一天找到了她 更是借着酒精想要侵犯她的身体 深知阿维奥欺软怕硬的性格 小娜只好借着伯爵大人的威严震慑住她 等心有不甘的阿维奥离开后 小娜立马让庸人打来热水 看着镜子中陌生的自己 在这段日子里为了代替梅林 小娜已经染上了一头红发 曾经干扁瘦小的身体也开始有了线条 躺在浴缸里的小娜努力擦拭身上的污秽 只要被阿维奥触碰过的地方 她都觉得很恶心 沐浴过后佣人们也为小娜换上了婚纱 相比于兴高采烈的佣人们 小娜的眼里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神采 她始终怀疑伯爵大人 真的会信守承诺照顾母亲吗 可自己除了相信又能做些什么呢 佣人们看着小娜眉头紧皱的样子 还以为她这是婚礼前的紧张 便劝说小娜穿上婚纱的样子真的很漂亮 相信公爵大人一定会对她疼爱有加 可小娜心里很清楚 如果是真正的伯爵小姐 现在应该早已高兴地修红了脸 可她不过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替代品罢了 所以当佣人询问她想要戴什么款式的投杀时 小娜却只希望投杀的长度能到地面 也好遮挡住她这副丑陋的样子和全部的罪面 不明所以的佣人们只能开始忙碌起来 真正的伯爵小姐梅琳却来到了房间里 吃走庸人们后开始打量起换上婚纱的小娜 与伯爵大人相像的雪白肌肤和蓝色眼睛 全部都让梅琳感到气愤 但想到小娜的母亲是个低贱的庸人 梅琳毫不客气地嘲讽小娜 哪怕她穿了婚纱衣就是个丑陋的私生子罢了 文言小娜只是神情冷漠地看着这个漂亮小丑 在她的眼里这个所谓的伯爵之女 不过就是一个没脑子的废物 可小娜如此平静的态度 梅琳更加感到愤怒 于是便撕碎了小娜身上的衣服 更是直言小娜这种低贱的身份 根本就不配穿漂亮的婚纱 可小娜对此却毫不在意 反而面带微笑地感谢梅琳 让她这个庸人所生的孩子 有机会成为公爵夫人 文言梅琳仿佛意识到什么 她第一次从小娜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恐惧 等所有人离开后 小娜看着镜子中无比陌生的样子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那么可笑又可悲 威妮就要嫁人了 亲妈却因为身份低贱不能参加 父亲更是当着女儿的面跟家庭教师搞暧昧 如此荒淫无度的一幕让小娜感到恶心 她也终于明白母亲在伯爵大人的心里 不过只是发泄一时的欲望工具罢了 联想到母亲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小娜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保护好善良的母亲 所以在出嫁的前一晚 不放心的她还是找到了伯爵大人 希望她在自己嫁给那个恶魔公爵后 能好好照顾善良的母亲 伯爵也十分欣赏小娜敢做敢当的性格 奈何小娜却是个女孩子 虽然感到可惜 但伯爵还是答应小娜 只要她替女儿梅林好好活下去 自己绝对保证照顾小娜母亲的安全 虽然只有伯爵的口头承诺 可一无所有的小娜也必须牢牢抓住 等小娜离开后 伯爵大人却露出一抹阴冷 原来她之所以让小娜顶替女儿梅林出嫁 都是因为当初公爵傲慢的态度让她感到不爽 所以心肠歹毒的 她就想要让公爵家族的血统里混入卑贱的血液 到时候公爵府就会成为所有贵族们的效果 不过这些已经回到家里的小娜并不知晓 母亲一看到浑身湿透的小娜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贴心的为她擦干头发 小娜也在这一刻彻底破防了 她最终还是选择将出嫁的事情讲了出来 文言母亲傻傻的愣在原地 她不知道是该为女儿感到高兴还是悲伤 面对前来道别的小娜 母亲的思绪被拉回到从前 当初她被伯爵强行玷污后就怀了身孕 那个时候她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 还是小娜的出生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就当她开始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时 善良的祖母也意外离开了他们母女俩 小娜也就成了她唯一的依靠 然而那个荒淫无度的伯爵 还是经常趁着天黑闯进家门欺负她 那个时候母亲也只能把年幼的小娜藏在衣柜里 为了不被外人发现小娜是伯爵的孩子 母亲用染料遮盖住小娜本来的发色 为了不让女儿对自己产生不必要的情感 她从来不对小娜表达母爱 也不把她当作女孩子来养 伯爵小娜不想让母亲失去活下去的希望 虽然她也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否通往光明 但依旧劝说母亲这并不是最后的分别 等她在公爵府安顿好后 一定会把母亲接过去的 尽管身后的母亲依旧哭得撕心裂肺 但小娜知道自己绝不能回头 在与母亲告别过后小娜就回到了伯爵府 此时的她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天真和无邪 曾经只会在猪圈里给母猪做产后护理的小女孩 已然变成了不带一丝感情的伯爵大小姐 曾经只会在猪圈里给母猪做产后护理的假小子 如今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伯爵大小姐 即将出嫁的小娜在和母亲告别后 就来到了曾经生活的猪圈里 没有了小娜的细心照顾 整个猪圈也变得肮脏不堪 小娜不自觉地撸起袖子就准备清理里面的脏东西 她很怀念之前给小猪们挑大份的日子 可脑海中伯爵的警告却让她停下了脚步 如今作为伯爵女儿的替代品 这里已经不是她该来的地方了 就当小娜为自己的人生感到悲哀时 那个阴魂不散的阿维奥也来到了农场里 还以小娜的母亲作为妖邪 强行把小娜带进了猪圈里 更是准备在小娜出嫁之前玷污她的身体 尽管小娜因为害怕浑身颤抖 但还是在阿维奥准备亲吻她的时候 狠狠咬破对方的嘴唇 阿维奥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小娜 曾经只会在她胯下求饶的女人 今天居然敢攻击她 越想越气的阿维奥一脚将小娜踹倒在地上 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踩在小娜的身上 她绝不允许一个庸人所生的孩子 挑战她贵族的身份 等阿维奥发泄一番过后就离开了农场 已经昏迷的小娜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等到第二天清晨 请安的庸人却发现本该早起的小娜还未起床 天真的以为小娜只是婚礼前的紧张 却不知道昨晚遭受毒打的小娜 好不容易才顶着残破的身躯从农场赶回来 在简单收拾一番过后 一身素装的小娜便来到伯爵大人的面前 今天是她前往公爵府的日子 临行之前伯爵还提醒小娜不要忘了自己的任务 哪怕是死也不能让公爵发现她私生女的身份 文言小娜心中不免意冷 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公爵府的路上 却不知在她离开的时候 无法露面的母亲也来到了马车途经的路上 母女俩都希望这次的分别只是短暂的 而已经来到公爵府的小娜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无法左右命运的小娜最终还是被伯爵带进了公爵府 她也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丈夫 却未曾想到此人居然是在农场遇见的那个赶路人 当初她被迫开始模仿贵族的生活时 伯伟夫人的藤条和阿维奥的毒打 让小娜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也是在那个时候小娜遇见了那个男人 两人明明只是初见 但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除过当时小娜害怕男人发现她是伯爵大人的私生女 哪怕心中有再多的委屈想要倾诉 最终也只是把她当作人生路上的一个陌生人罢 没想到这一次的重逢 对方的身份不仅是公爵大人 而且还是自己将来的丈夫 可小娜却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 反而更多的是害怕和担心 如果男人当众揭穿她的身份是假冒的 那么伯爵也就没有理由让母亲继续活下去了 小娜看着和伯爵相谈甚欢的公爵大人 生怕男人一不小心说出她的身份 好在公爵并没有将话题转移到她的身上 就当小娜感到庆幸时 公爵突然邀请她一起参观一下宫殿 小娜也清楚对方并没有揭穿她身份的意思 所以她礼貌接受了男人的邀请 不过这次却是以伯爵女儿的身份 一路上男人始终未曾说过一句话 时隔数月她再次遇见了 那个让她魂牵绵绕的女人 可却没有了当初的天真和懵懂 在晚宴上男人就发现伯爵夫妇的不对劲 两人虽然嘴上说疼爱这个女儿 但是用餐时却从未用温柔的眼神看过小娜一次 而且男人也注意到小娜瘦弱的身躯 有很多细小的伤痕 她不知道小娜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当她打算询问一下的时候 小娜却直接把她聚在了门外 等到第二天整个公爵府热闹非凡 各路贵族都一早来到公爵的婚礼 小娜也一早换上了准备好的婚纱 她也将以不同的名字和身份 过上不属于她的人生 尽管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 但小娜自始至终从未后悔 只要能保护母亲不被伤害 哪怕公爵真的如同传闻中一样是个恶魔 她也必须咬碎牙齿走下去 伴随着婚礼的奏乐响起 小娜在伯爵的陪同下走向这场世纪婚礼 曾经的种种过往都将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在众人的期待下公爵便准备掀开小娜的头杀 小娜的眼神犹如被带至刑场的罪人一般 仅仅从她的表情便能看出她的意识已经模糊 那一刻男人的心如刀割一般疼痛 她不知道小娜到底承担了怎样的压力 命运悲惨的小娜最终还是嫁给了那个传闻中凶残的恶魔公爵 随着婚礼的结束 小娜的心也在这一刻彻底死去 每当她想起伯爵随意操控她人生的样子 心有不甘的小娜很想当场活寡了她 可现实依旧是残酷的 无力反抗的她撕碎了本部属于自己的婚纱 从未喝过酒的她第一次准备通过酒精麻醉自己 小娜心里很清楚等过了今晚 她的身心都会从女孩蜕变成女人 就当小娜为此感到担心害怕时 招待完客人的公爵也回到了寝宫里 傍晚之中小娜也因为害怕无意间打碎了酒杯 看着慢慢靠近她的公爵 小娜如同带宰的羔羊傻傻地愣在原地 她不知道公爵会不会真的像传闻中那样可怕 就当小娜准备接受被毒打的人生时 公爵却直接将她拉进了怀里 小娜这才明白对方只是不想让醉酒的她踩到玻璃而已 随后公爵为小娜倒了一杯红酒 更是承认小娜成为公爵夫人的事实 可小娜却对未来没有一丝幻想 她心里很清楚两人之间的差距 相比于家是显赫的公爵 自己不过是一个躲在暗处苟且偷生的臭虫而已 所以当公爵准备带她回卧室睡觉时 不敢反抗的小娜也只能羞红着脸走进去 对于人生中的第一次小娜害怕之中又带着些许期待 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后 小娜最终选择了妥协 毕竟在决定嫁到公爵府时她就做好了准备 与其留在伯爵府被那个病态的阿威奥夺走第一次 还不如交给这个名义上的丈夫要好 可公爵却什么也没有干 反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在了旁边 就当小娜认为对方是个正人君子时 公爵却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把匕首 如此惊恐的一幕小娜不禁想起了那个传说 凡是和公爵过夜的女人都活不过早上 面对虎视眈眈的公爵大人 小娜真的不想就这么死去 善良的母亲还在家里等着她回去 于是小娜只能不断地在心里向神明祈祷 可下一秒公爵居然用匕首划破了手掌 如此荒诞的一幕直接将小娜吓晕过去 等到第二天小娜醒来的时候 公爵却不见了身影 庸人也当着小娜的面拿出一件带写的床单 更是反复叮嘱她将来要好好保存起来 小娜这才明白昨晚公爵割破手掌的意义 原来贵族要在出业的第二天 将象征纯洁的床单挂在城头 回想起昨晚公爵的所作所为 小娜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 人生中第一个对她这么好的男人 居然也是被她一直欺骗的男人 作为替代品的小娜终于成为了公爵夫人 昨晚公爵没有夺走她第一次的行为 也让小娜明白对方并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可怕 她也对公爵的温柔有了些许好感 可小娜明白事情终究会有暴露的一天 她也必须尽可能地远离这个男人 可公爵对待她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和体贴 更是当着庸人的面前宣誓小娜作为公爵夫人的主权 小娜也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享受到之前从未有过的待遇 庸人更是主动为她这个女主人端茶倒水 却因为紧张一不小心打翻了茶杯 看着小娜被弄脏的礼服 害怕的庸人只能跪在地上祈求这个女主人的原谅 就当她以为即将受到惩罚时 小娜却没有其他贵族的娇气和蛮横 反而关心地询问庸人有没有受伤 如此一幕也让旁边看戏的庸人们感到吃惊和欣喜 公爵更是对小娜体贴庸人的态度感到欣赏 面对众人的反应小娜也不禁想起曾经不堪的过往 当初她给伯爵俯送肥料的时候 亲眼看到伯爵夫人因为女佣弄脏了她的衣服 竟然活活打断了女孩的双腿 所以她很理解庸人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 因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过得有多么坚固 所以哪怕自己已经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 她也不会像其他贵族一样随意欺压贫苦的庸人们 其实小娜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机 她一直认为只要自己不像其他贵族一样处处心中作浪 那么公爵也就不会注意到她 但小娜今日的所作所为都被公爵看在了眼里 她更加认为自己娶了小娜是个正确的选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婚礼的第二天开始 公爵再也没来过卧室找她 为此小娜也感到十分开心 毕竟短时间内她也不用天天晚上躲着公爵了 可以想到公爵这几日对待她的态度 小娜的心里不禁又有些许失落 为了打消心中那遥不可及的幻想 心情郁闷的小娜便决定在公爵府四处转转 却听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声音 等她来到外面 竟看到一个小男孩悬挂在飞速奔跑的马车上 更是马上就要支撑不住摔下来 面对如此危机的情况 小娜刚想跑过去救助小男孩 却看到公爵不顾生命危险冲了上去 更是在危机关头救下了小男孩 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彻底震慑住小娜 她也第一次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真的很帅 出身低贱的小娜自从替代梅琳嫁进公爵府后 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是假冒的伯爵之女 所以她总是处处躲着公爵大人 可公爵无微不至的体贴和温柔 也逐渐让她有了心动的感觉 然而这不过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爸爸 真正的伯爵之女梅琳已经把她恨死了 原来就在小娜结婚的时候 梅琳也偷偷参加了婚礼 只是多看一眼她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公爵大人 她痛恨私生女的小娜抢走了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如果不是伯爵夫人的阻拦 她恨不得当场揭穿小娜私生女的身份 相比于已经得了相思病的梅琳 那个一直对小娜有着想法的病态阿维奥 也逐渐变得开始癫狂 她无法忍受自己看中的女人躺在别人的怀里 面对颓废的阿维奥 伯爵大人更是嘲讽其作为家族的继承人 竟然连个私生女都不如 双重打击之下 阿维奥也彻底变得疯狂起来 她更是想要亲手除掉得不到的小娜 只不过这些潜伏的恶意 已经成为公爵夫人的小娜并不知晓 在嫁到公爵府的这几日 受不了贵族悠闲生活的小娜 便准备通过读书打发时间 于是找到了公爵大人的侍从凯撒 可两人一同前往公爵府的图书馆时 却被忙完公务的公爵大人所撞见 看着有说有笑的小娜两人 公爵的心里很不适自卫甚至有些不悦 尽管她十分相信小娜的违缘 但还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有接触 当然已经来到图书馆的小娜并不知道公爵已经吃醋了 看着琳琅满目的书籍 小娜唯独选了一本关于如何给母猪做产后护理的 更是从书中了解到曾经她在猪圈养猪的时候 很多地方做的都是不对的 于是小娜默默在心中把一些重点记了下来 等以后再回到猪圈的时候好好利用一下 就当小娜准备翻阅下一侧时 却听到外面一直传来嗖嗖的声音 竟是公爵在练习剑术 小娜立马被公爵英姿萨爽的一面所征服 曾经被当作男孩子养大的她 也一直怀揣着长大后成为骑士的梦想 所以当看到公爵大人的一朝一世时 小娜也不自觉地跟着模仿起来 却不小心将手中的书本扔了出去 可公爵看到小娜的身影后却没有过多理会 她一想起小娜之前和侍从亲密的举动 内心就感到非常的不爽 只能通过不断挥剑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不明所以的小娜则一直以为这是公爵大人的刻苦用功 往后的一段时间里公爵也再也没有找过她一次 这天夜晚心事重重的小娜独自一人走出宫外 对于这段时间的生活 小娜真的感到惶恐不安 虽然公爵府的人们都对她很亲切 可每次小娜都不敢直视她们的眼神 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真正的身份 她只不过是伯爵为了打倒公爵家族操控的傀儡罢了 也根本没有资格承受这样的优待 伴随着细雨朦胧 小娜想起了家中的母亲 小时候每逢雨夜母亲便会唠叨着关节痛 那个时候她都会给母亲揉揉腿 如今自己不在母亲身边了 也不知道母亲是否过得还安好 随着乌云密布暴雨也即将落下 心情低落的小娜犹如无家可归的麻雀 她不知道前方的路是否还像现在一样平坦 就当她准备回到宫殿时 却听到远处传来痛苦的哀嚎声 小娜着急忙慌地跑了过去 却发现一只小狗虚弱地躺在地上不断哀嚎 那圆鼓鼓的肚子明显是怀了身孕即将生产 也许是小娜自带的主角光环 小狗也察觉出她并没有恶意 看着暴雨即将来临 小娜在查看周围无人的情况下 只给母猪做过产后护理的她便决定尝试为小狗接生 只会给母猪做产后护理的小娜 偏偏非要给怀孕的小狗接生 哪怕对方听不懂人话 小娜还是在一旁为她加油打气 从小狗的身上她看到了等待拯救的母亲 无论生活过得多么艰难 只要好好活着未来终究会有希望 就当小娜为难产的小狗感到担忧时 远出却走来一个深意 救狗心切的小娜只能求助对方帮帮忙 却发现来者竟是多日未见的公爵大人 尽管小娜也奇怪公爵为何在下暴雨的时候来到这里 但眼下正是小狗分娩的关键时刻 不容多虑的她只能咆哮着让公爵去拿一些干草过来 被使唤的公爵也并未生气 最终在小娜和公爵的救助之下 五只非常可爱的小奶狗迎着暴雨降生了 看着生产过后奄奄一息的小狗 小娜还想继续照顾她 可在暴雨之下忙碌许久的她身体也逐渐虚弱起来 公爵只好将身上的外套脱下给小娜披上 如此体贴的举动也让小娜感到心里暖暖 可她也有点担心刚才自己的行为 会不会被公爵所怀疑 毕竟没有哪一个贵族会为小狗接生 可公爵却突然对小娜表示感谢 原来小狗竟是公爵死去的哥哥养大的 所以当她看到小娜奋不顾身地救助一只陌生的小狗 这一刻她更加觉得自己没有取错人 小娜的脸上不禁露出一抹羞红 面对公爵大人赤裸裸的表白 害羞的小娜也因为身体不知倒在了公爵的怀里 结婚许久的两人也第一次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天天天空不作美 小狗也看不下去两人在面前秀恩爱 公爵也一脸不好意思地将小娜推开 等府内庸人赶过来的时候 公爵就先让小娜回去洗个热水澡 等公爵离开后 躺在浴缸里的小娜久久不能忘记刚才的画面 她很怀念那种被人保护的感觉 可以想到对方高贵的身份 作为冒牌货的小娜又不敢继续幻想下去 她也为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想法感到恶心 在整理好心情后 换了一身衣服的小娜找到了公爵 询问小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文言公爵心里不禁感到歇血失落 虽然她并不指望小娜也能关心一下她的身体 可小娜至今都没有正眼看过她一次 尽管公爵的心里不是很舒服 但当她看到小娜通红的脸蛋时 公爵还是担心小娜是不是因为刚才铃鱼已经发烧了 看着公爵一脸无害的样子 小娜的脸蛋瞬间红得发紫 等回到寝宫后 躺在床上的小娜紧紧抓住被子 她很想告诉公爵自己并没有发烧 可又怕公爵在知晓自己没病的时候 对她做出那种只有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 看着在旁边一直忙碌的公爵 害羞的小娜恨不得把头都要藏在被子里去 公爵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她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她生病的时候 母亲都会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那种温柔和体贴就像现在一样温暖 小娜也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公爵则默默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看着睡梦中的小娜 公爵不禁想起小娜嫁入公爵府的样子 原来她早就知道小娜是伯爵的私生女 也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伯爵针对自己的计划 但通过这几月的观察 虽然小娜自始至终对待她的态度十分冰冷 但她始终认为小娜是个善良的姑娘 也确信小娜不会做些伤害她的事情 等到第二天小娜醒来的时候 却看到公爵一整晚都在守护着她 深受感动的小娜只好将公爵抱在了床上 看着睡梦中公爵痛苦地喊着母亲 小娜忽然有点心疼这个男人 她一直认为贵族们都是冷血的 可眼前这个外表坚强的男人也有着脆弱的一面 所以小娜决定哪怕自己只是一个替代品 但作为妻子她也必须要好好照顾这个名义上的丈夫 等到公爵醒来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小娜的身影 因为担心小娜的身体还未康复 公爵只好开始四处寻找起来 却在后院看到小娜正在照顾前天生产的小狗 公爵夫人的小娜 也开始逐渐适应公爵府的日子 就当她准备为公爵赐一件女工的时候 公爵府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个以后会坑害小娜且心肠歹毒的埃尔拉 作为冒牌货的小娜逐渐适应了公爵府的生活 曾经只会在猪圈里养猪的她 也开始像其他贵族一样学习女工刺绣 可这天女佣却告诉她府中来了一位贵客 身为女主人的小娜也不得不前去接待 等她来到了一会厅 却看到公爵对面已经坐着一个金发女子 在公爵的介绍之下 小娜才知道对方竟是公爵的堂妹埃尔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个女人 小娜的心里就感到一阵抵触 更是在看到公爵和埃尔拉这个堂妹有说有笑的时候 插不上话的小娜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 还好侍从地出现才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本公爵因为要出离公务离开后 如是重负的小娜刚想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 刚才还一脸和善的埃尔拉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更是趾高气昂的指责小娜就是一个新金女 如果不是她的存在 嫁给公爵的女人只可能是她这个堂妹 文言小娜却没有反驳埃尔拉 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一次 她宁可还和以前一样每天在猪圈里养猪 也不愿成为受人操控的公爵夫人 小娜如此平静的态度也让埃尔拉不免一愣 按照她之前调查的情况 小娜应该是一个从小娇气跋扈的伯爵小姐才对 可面对自己的挑衅居然丝毫没有生气 于是不信邪的埃尔拉故意在晚宴上 提及小时候她经常和公爵骑马射箭的事情 更是希望公爵明天可以带她重温一下童年的美好时光 可公爵却没有直接答应她的请求 反而询问小娜的意见 文言小娜本想直接拒绝 可考虑到这样做会有损公爵的颜面 她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 这夫上夫随的一幕彻底激怒了埃尔拉 如果可以她恨不得当场抓破小娜的脸蛋 等到第二天 小娜和公爵换上了同样款式的狩猎服装 侍从凯撒更是直言两人仿佛天生一对 害羞的小娜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洞钻进去 等到所有人都准备就绪后 这次活动的提议者埃尔拉才迟迟赶了过来 随后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马术不精通的小娜很快就落到了队伍后面 埃尔拉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过来 经过昨天的事情 她已经恨透了小娜这个所谓的公爵夫人 在反复确认小娜不是很会骑马的时候 埃尔拉突然加快了骑行的速度 远远地甩开了身后的小娜 不明所以的小娜刚想追赶大部队 怎料刚才还温顺的骏马突然不受控制起来 随着暴雨落下 过了许久之后 走在前面的公爵才发现小娜没有跟上大部队 心知肚明的埃尔拉却说小娜刚才因为头疼 所以半路上就先回公爵府了 文言公爵立马命令所有人立即返程 这妥妥的护气狂魔行为彻底气恼了埃尔拉 但她必须拖住公爵一行人的脚步 因为就在出发之前 埃尔拉偷偷在小娜的马鞍上做了手脚 更是打算在这次狩猎之中除掉小娜这个公爵夫人 可命运女神从不会眷顾恶毒的小人 小娜也没有像埃尔拉预计的那样摔断几根肋骨 可还是因为脱僵的野马扭伤了脚踝 侥幸逃过一劫的小娜为了躲避暴雨藏在了一处山洞里 她不知道这场暴雨究竟会下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过来拯救她 占良的小娜被公爵恶毒的堂妹所陷害 身受重伤的她不得不躲进山洞里苟延残喘 面对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狂中暴雨 身体传来的疼痛更加让小娜心灰意冷 若当她怀疑自己会不会被冻死在这荒郊野外时 山洞里却传来一声一响 惶恐不安的小娜更加确定附近肯定有凶猛的野兽或者是残忍的强盗 她也因为害怕内心充满了恐惧 可以想到被伯爵当作人质的母亲 小娜依旧抓起地上的石头勇敢地冲了上去 却看到一位身穿斗篷的男人 等她看清对方的面目 小娜不自觉地丢下了手中的武器 来者竟是她未曾想到的公爵大人 原来公爵在发现小娜没有跟上大部队后 受到艾奥拉气骗的她立马带着所有人返回公爵府 庸人却告诉她小娜根本就没有回来过 但小娜出发之前的马匹却自己跑了回来 公爵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吩咐庸人们四处寻找一下后 公爵便准备独自前往狩猎之地寻找小娜 而罪魁祸首的艾奥拉全程目睹了这一切 看着心爱之人逐渐远去 心肠歹毒的她更是希望小娜最好已经死在暴雨之中 可上天从来不会偏袒一个坏人 公爵最后还是在山洞里找到了受伤的小娜 她一直紧绷的内心才逐渐平静下来 可看到小娜浑身湿透且满身的伤痕 公爵心疼地为小娜披上外套并表示要带她一起回家 小娜也对公爵突然的举动感到不知所措 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一直对她这么好 可公爵却紧紧地抱住小娜 还表示小娜已经是她唯一的家人了 短短两个字彻底击破小娜脆弱的内心 她做梦也没想到公爵居然会把她当作家人看待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连家处都不如的私生女 公爵的真诚也让小娜感到愧疚 她很后悔一直在欺骗这个对她好的男人 等到雨过天晴之后 公爵不顾小娜的反抗 非要将她抱在怀里准备一起回公爵府 小娜也因为这亲密地举动小脸红的发烫 但也只能任由公爵将她放到马背上 一路上小娜也很想和公爵保持着距离 可路途时在遥远家上一路颠簸 为了不被摔倒小娜也只能被迫选择依偎在公爵的身上 就这样两人最终回到了公爵府 除了那个歹毒的艾尔拉 其他人都为小娜的回来感到开心 看着高烧不退的小娜 公爵真的很心疼 在给小娜安排了最好的医生之后 公爵才知道小娜居然受了很重的内伤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公爵找到了艾尔拉 她很怀疑这一切的始作勇者是这个所谓的堂妹 对方之前曾经告诉她小娜中途回到了公爵府 而且她还发现了小娜的马鞍被人偷偷割断了 可艾尔拉面对公爵的质问却是打死也不承认 更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昏迷的小娜 就当她以为嘴硬就可以逃避时 小娜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于是公爵便准备询问小娜这一切是否如同艾尔拉所说的那样 小娜看着旁边一脸阴沉的艾尔拉 刚才两人之间的谈话她都听得一清二楚 她没想到艾尔拉居然如此歹毒 不过她却没有揭穿对方的谎言 反而承认自己当时因为身体不适便想返回公爵府 结果却走错了路才从马背上摔下来 文言公爵虽然仍有怀疑 但还是选择了相信 就这样艾尔拉捡回了一条小命 虽然她不明白小娜为何会这样做 但她依旧不打算放过这个所谓的伯爵夫人 更是在小娜身体恢复之后处处和她作对 自卑的小娜做梦都没想到嫁给公爵之后 生活居然可以过得如此温馨与平静 虽然还有艾尔拉这个不安定的因素 也尚未找到救出母亲的方法 可经历过上次的坠马事件后 公爵对待她的态度更是如同家人一样 就当小娜沉浸在这无比温暖的生活之中时 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偷偷跟随着她 更是趁着女佣不在的时候 用刀抵住了小娜的身体 无法反抗的小娜最终被带到一处昏暗的胡同里 可歹徒似乎比小娜这个人质还要紧张 嘴里更是嘟囔着她也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做的 随后更是想要强行撕开小娜的衣服 小娜不禁想起曾经被阿维奥侵犯的一幕 她毫不犹豫地甩开对方的脏手 更是主动解开身上的衣服 她知道女佣索菲亚肯定已经去求救了 眼下她必须争取时间才行 不过对于这次突然被绑的事情 小娜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最镇静自若的小娜 心有愧疚的男人不自觉地瘫倒在地上 更是祈求小娜这个公爵夫人的原谅 就当小娜准备询问对方是受谁指使的 始作俑者的阿尔拉一脸得意地跑了过来 还招呼大家看看被侵犯的公爵夫人 怎料小娜居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公爵更是一脸担心地冲上去查看小娜的情况 如此温馨的一幕更是狠狠打了阿尔拉的脸 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 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男人明明已经收了她的钱 却还是没有办成她想要做的事 等处理完这件事情后 公爵直接给阿尔拉这个堂妹下了逐克令 如果前一次的事情还算意外 但这次的事情已经危及到小娜的生命 她绝不允许这种不安的因素还待在身边 文言阿尔拉知道公爵这是铁了心让她走 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小娜的身上 可小娜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选择继续忍让 对方连续两次都想置她于死地 现在的她都恨不得当场活寡了这个阴险小人 所以当公爵征求她的意见时 小娜只是礼貌地让阿尔拉一路保重 看着两人负唱负随的一幕 心生妒忌的阿尔拉彻底陷入疯狂 她始终认为只有自己这种天之娇女才配得上公爵大人 为此陷入风魔的阿尔拉决定殊死一搏 随着夜深宁静 有心事的小娜独自一人来到了湖边散心 这几天经历的事情让她明白了一件东西 哪怕她已经成为了公爵夫人 也依旧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可如今她的心里也有了公爵的影子 为了不把自己的眉运带给公爵 小娜最终决定以后还是和公爵保持距离比较好 可就在这时 公爵也来到了湖边 更是对白天发生的事情向她道歉 文言小娜却以为公爵这是没有找到阿尔拉犯罪的证据 就当她感到心有不甘时 公爵却突然捂住了她的眼睛 更是毫不吝啬地夸奖小娜真的很漂亮 哪怕这种举动多多少少带着一丝挑逗 小娜却没有像之前抵触阿维奥一样的反感 反而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但当她看见公爵那触目惊心的伤口时 回想新婚之夜公爵的所作所为 她真的很心疼这个一直向她付出的男人 可以想到生来卑贱还被谎言禁锢的自己 小娜又觉得她根本配不上这个优秀的男人 更是认为同样作为贵族出身的阿尔拉才是最适合的 可小娜不知道的是 就当她在爱情面前徘徊不定的时候 颇有心机的阿尔拉弄了和她一样的同款发型 更是打算利用美色换取公爵让她留下来 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水到渠成 但她不自爱的行为也彻底惹怒了公爵大人 在斥责一番阿尔拉这个所谓的堂妹后 直接把送上门的她给轰了出去 从未受到如此屈辱的阿尔拉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委屈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哪一点比小娜差了 为什么公爵连碰都不愿意碰她一下 愤怒与不甘之中阿尔拉决定报复公爵 等阿尔拉离开过后 公爵一脸头疼地拿出不久前伯爵府寄过来的书信 对方更是邀请她和小娜一起参加生日宴会 公爵很清楚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国爵不过是想确认她被小娜这个私生女 欺骗得有多么悲惨罢 面对着赤裸裸的挑衅 公爵丝毫没有退让 她要狠狠打一下伯爵这个老皮肤的脸 所以便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小娜 反观小娜这边 因为昨晚公爵在胡边对她亲密的举动 第一次尝到恋爱滋味的小娜一整晚都失眠了 虽然身体一点力气没有 但她还是强称地疲惫让女佣帮她梳洗一下 这也是她嫁到公爵府后从来不敢忘记的事情 原来小娜为了不暴露身份 她每天必须都要把银色的头发染成和梅林一样的深红色 等女佣处理好一切之后 小娜才敢去宫殿外面转转 怎料却碰到即将离开公爵府的艾奥拉 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女人 小娜本不想和其有过多瓜葛 可艾奥拉临走之前突然告诉她 公爵大人一直喜欢的其实是男人 命运多舛的小娜在经历过绑架事件后 心里也逐渐有了公爵大人的影子 那个心肠歹毒的艾奥拉最终也被赶出了公爵府 但为了报复公爵昨晚不怜香惜玉的行为 临走之前艾奥拉故意在小娜的面前说公爵喜欢男人 更是嘲讽小娜哪怕成了公爵夫人 将来也无法体会到做女人的幸福 小娜这才知道昨晚艾奥拉现身公爵被拒的事情 等艾奥拉坐上马车离开后 小娜的内心好似被针扎一样疼痛 她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公爵大人是否喜欢男人 都和她这个冒牌活没有关系 可以想到之前公爵对待她的态度 小娜又开始怀疑艾奥拉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幻得幻失中小娜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公爵大人 徘徊不定的她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公爵办公的地方 却恰好看见侍从整个身体都压在公爵的身上 更是听到两人很多年前就睡在了一起 面对如此一幕 惶恐不安的小娜内心无比刺痛 她更是有点相信艾奥拉临走之前说公爵喜欢男人的事情 失望之中小娜羞愤地跑回房间 细心的是从立马看出小娜这是误会两人之间的关系了 于是赶紧催促公爵追上去解释一下 可公爵却不为所动反而一脸欣喜 回想小娜刚才惊恐和失望的样子 公爵很清楚地意识到平时外表冷淡的小娜其实也很在意她 但公爵并未打算和小娜解释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等到晚上用餐的时候 因为白天的事情小娜本不想理会公爵大人 可眼睛还是不自觉地用余光打扰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她反常的举动也引起了公爵的注意 面对公爵突然询问她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 正在吃饭的小娜更是紧张地一口噎住了 公爵只好轻轻拍打小娜的后背 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 也让小娜不禁流下了眼泪 面对这个一直对她付出的男人 小娜真的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她 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 小娜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着公爵大人 虽然她已经适应了在公爵府的生活 可每当她看到镜子中彻底改头换面的模样 联想到公爵真诚地为她付出的一切 小娜总感觉是那么的不真实 因为她明白终有一天谎言 还是会被无情地戳破 心烦意乱之下小娜来到城堡的外面 却注意到之前被公爵救过的小男孩 顶着瘦小的身躯 承受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承担的责任 更是被失稳的货车压在了下面不能动态 见此情形小娜立马冲了上去 在吩咐庸人赶紧把医生叫过来后 小娜就将重伤的小男孩抱回到其父母身边 庸人也对公爵夫人的突然到访感到吃惊 但当他们看到受伤的儿子时 他们更加不可思议 作为贵族的小娜居然会救助庸人的孩子 这一刻小娜在他们的眼里 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纯洁 等到众人将小男孩送到医院后 小娜看着对方长满老茧的小手 不禁有些心疼 曾经作为平民的她 也和现在的小男孩一样 弱小的年纪却终日要干着繁重的体力活 或许是出于同情小娜便吩咐 医生一定要给小男孩好好治疗 就当她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 得知消息的公爵大人也赶了过来 小娜本以为对方会责怪她多管闲事 公爵却一脸关心地询问她的身体情况 面对如此一幕 小娜强忍着内心的感动 依旧选择和公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没过几天一对人马浩浩荡荡地从公爵府走出来 马车上坐的正是公爵和小娜这对新婚夫妇 相比于镇定自若的公爵大人 小娜却是胆战心惊 不久前她才知道伯爵竟然邀请两人参加生日宴会的事情 面对这次飞去不可的鸿门宴 小娜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曾经迫害过她的伯爵一家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将苦命的母亲从伯爵府救出来 这些都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得小娜喘不过来气 眼看车队马上就要抵达伯爵府了 一直不说话的公爵却半开玩笑地询问小娜 是否有什么想跟她说的 文言本就理亏的小娜更加害怕 她很想把一切真相告诉公爵大人 可又担心这样做被伯爵发现后母亲也会受到牵连 可小娜不知道的是 自从她作为傀儡被嫁入公爵府后 伯爵并未遵循两人之间的约定好好照顾她的母亲 善良的母亲更是已经被伯爵一家折磨得体无完肤 天真的小娜原以为只要按照伯爵的吩咐嫁给公爵后 那么母亲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怎料伯爵自始至终都在欺骗她 更是在小娜离开之后把她的母亲折磨得生不如死 不过刚回到伯爵府的小娜此时还不知道母亲的遭遇 在公爵的陪同之下 小娜再一次见到那个一直操控她人生的伯爵大人 哪怕现在她已经成为了所谓的公爵夫人 依旧不敢直视伯爵内阴朗的目光 好在公爵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小娜的心里才多了一丝底气 看着和伯爵侃侃而谈的公爵大人 小娜实在受不了贵族们之间的尔虞我诈 便提前离场和女佣索菲亚一起回到了房间休息 考虑到眼下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小娜便让索菲亚回家里看看久别的情缘 等女佣离开后 小娜久久忘不了伯爵刚才看她的眼神 她恨不得把对方那张脸踩进粪坑里 就当小娜思索如何趁着这次机会将母亲救走时 真正的伯爵之女梅林却找到了她 如此一目小娜也被吓到了 按照之前伯爵大人的安排 梅林在她嫁给公爵府后就应该逃到邻国避难了 可为什么还敢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公爵府呢 相比于小娜的担心 梅林却只注意到小娜身上穿的华贵礼服 也不知道梅林的脑子是不是有病 明明这一切都是她的父亲伯爵大人安排好的 可直到现在梅林依旧认为是小娜抢走了本属于她的一切 小娜面对这个已经有点疯疯癫癫的女人 尽管梅林一直侮辱她只不过是个庸人所生的孩子 就算换了一身体也改变不了她低贱的身份 文言小娜也不想和这个疯女人继续争执 只是面带微笑地表示 自己倒是很想跟她换回来 只是不知道伯爵大人会不会同意吗 这赤裸裸的羞辱彻底击碎了梅林的自尊心 愤怒之中就想赏赐小娜一个大嘴巴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小娜只是冷冷地看着 她坚信对方不敢对她怎么样 果然梅林也在最后的关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现在的她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可以随意拿捏小娜了 在之后的晚宴小娜依旧扮演着伯爵之女的角色 恶毒的伯爵夫人更是厚颜无耻的 在公爵的面前展现出一副贤妻两母的模样 然而无论她如何想要讨好年轻有为的公爵大人 可心知肚明的公爵根本就不吃她这套小孩子的把戏 更是当着所有人面夸赞小娜和伯爵夫人长得很像 这可把伯爵夫人给恶心坏了 自己好歹也是一位贵族 岂能是小娜这种私生女可以比较的 实在看不下去的伯爵只好把儿子阿维奥叫过来打圆场 一直躲在后面的阿维奥才敢走过来跟公爵问好 在给公爵倒酒的时候 病态的阿维奥甚至想当场用酒瓶砸烂公爵的脑壳 这样小娜才能回到她的身边 然而这也只是她的一想罢了 在随后的晚宴上 阿维奥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小娜的身上 如果不是对小娜曾经的过往有些许了解 阿维奥甚至真的以为坐在面前的女人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贵妇 所以陷入疯狂的她更加想要占有小娜的身体 然而只要有伯爵大人在 这个愿望永远都不可能有实现的机会 而小娜也注意到阿维奥那肆无忌惮的目光 她本以为只要嫁到公爵府后 就再也不会和这个病态的阿维奥有所交集 直至今日她仍然忘不了当初对方是如何毒打她的 想到这里小娜实在不想看到这个男人 于是便准备提前离开宴席 可公爵却当着所有人面前将她搂在怀里 那意思已经很明显是在宣誓主权 小娜也为公爵的举动感到满心 她不禁怀疑如果自己向公爵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公爵是否还会愿意像现在一样帮助她呢 随着晚宴的结束 小娜趁着四下无人之际偷偷跑出了伯爵府 她要回去看看母亲过得是否还好 可当她回到了家里 却看到捕兽如柴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那一刻小娜的心彻底碎了 变成公爵夫人的小娜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却发现自己不在的时候母亲遭受到天大的虐待 看着躺在床上受成提包补的母亲 小娜的心彻底碎了 她痛恨自己的无能 更恨自己为什么没能早点回来把母亲接走 绝望与悲痛之中小娜不断祈求神明救救他们母女俩 门外却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者竟是偷偷跟随她的公爵大人 这一刻小娜彻底慌了神 她不清楚公爵是否已经发现伯爵大人的计划 也不知道公爵是否看出她是假冒的伯爵之女 但有一件事情小娜非常清楚 如果她的真实身份被别人知道了 那么伯爵就没有理由让她和母亲继续苟活在世上 绝望之中小娜决定赌一把 她最终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公爵 并恳求对方一定要救救善良的母亲 之后她会用生命为代价作为赎罪 面对视死如归的小娜公爵却没有多言 只是把自己的贴身示威叫进了屋里 在小娜的一脸惊讶之中抱走了她的母亲 等侍从离开后 公爵满脸真诚地看着小娜 希望对方今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请一定要相信她这个丈夫 或许是公爵的真诚打动了小娜 她也第一次选择相信这个男人 随后公爵便把小娜送回到寝宫里 为了稳住小娜紧张害怕的情绪 公爵自始至终一脸温柔地看着她 等小娜回到房间后 公爵的脸色瞬间阴冷下来 按照最初的计划 她并没有打算救出小娜的母亲 虽然她早就知道小娜是伯爵故意安排嫁给她的 但那个时候公爵也不确定 小娜是否和伯爵是一伙的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伯爵 一直以小娜的母亲作为人质为要挟 为了惩罚这个恶毒的伯爵大人 公爵又回到了宴会厅 她要陪伯爵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好好玩玩 反观已经回到卧室的小娜 今天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她都不敢置信 那种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 让她久久不能释怀 但眼下她也只能选择相信公爵真的救助了母亲 等到第二天小娜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公爵不知何时睡在了旁边 面对这个屡次真心对待她的男人 小娜真的很想为她做点什么 看着睡梦中不断挣扎的公爵 心疼的小娜很想安抚对方紧张的情绪 可伸到一半的手又不自觉地缩了回去 自卑的她仍然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配不上对方 就当小娜陷入胡思乱想之际 公爵已经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眼里更是带着戏谑的味道看着她 小娜想起昨天对方救助母亲的事情 她准备用生命向公爵赎罪 可公爵不仅没有因为受到了欺骗惩罚小娜 反而还嘱咐她以后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面对如此一幕 小娜实在无法理解公爵的做法 明明自己这个冒牌货欺骗了她这个公爵大人 为什么她没有像其他贵族一样 像杀死臭虫一样的践踏她的生命呢 可公爵却表示两人之间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带着欺骗 但自始至终她都认为小娜是个善良的人 而且她从不后悔娶了小娜这个庸人所生的孩子 公爵的一番表白彻底打动了小娜的内心 她更加痛恨自己一直在欺骗男人的行为 羞愤之中小娜狠狠咬住胳膊不让泪水流下来 公爵看着自尊心极强的小娜 她紧紧地把小娜抱在怀里 并让她把这么多年心中积攒下来的怨气发泄出来 看着已经泣不成声的小娜 公爵更加确信昨晚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原来就在前一晚 公爵命人将小娜的母亲救走后 她在宴会厅找到了那个曾经一直欺负小娜的阿维奥 对方哪怕是在醉酒之下 仍然贪婪地惦记着小娜的身体 非常不爽的公爵便为阿维奥准备了一个天大的惊喜 日辱负重的小娜为了把母亲从伯爵府救出去 她最终向欺骗已久的公爵坦白了一切 在母亲得到救助后 小娜也在撕心裂肺的痛哭中 把多年积攒下来的委屈释放出来 公爵也决定替心爱之人出一口怨气 于是在伯爵府的最后一天 小娜在公爵的陪同下和伯爵一家享用早餐 奇怪的是那个病态的阿维奥却没有在场 小娜也因为一直牵挂着母亲 所以也没有太过在意 她只想快点吃完饭早点离开伯爵府 可伯爵夫人那副要吃了人的鬼样子 总是让小娜心里感到不安 于是小娜便以身体不是早早回到房间 在收拾好一切行李后 小娜知道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回伯爵府了 所以在出发之前 小娜便让庸人也去和家人们告个别 本料庸人前脚刚一离开 那个病态的阿维奥却找上了门 嘴角的贪婪更是想要一口吃了小娜 面对来者不善的阿维奥 小娜的眼里充满了冰冷 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为了活命 只能再气胯下求饶的小女孩了 所以当阿维奥想要准备侵犯她的时候 小娜亮出了自己公爵夫人的身份 可醉酒的阿维奥早已失去了理智 面对不肯就范的小娜 阿维奥更是一把将她推倒在地上 更是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地踩在小娜的肚子上 她无法接受曾经如同臭虫的小娜 居然敢反抗身为贵族的她 看着倒在地上不停颤夺的小娜 病态的阿维奥更是让其像以前一样从胯下爬过去 小娜看着彻底封魔的阿维奥 哪怕知道今天可能会被对方打死 但她依旧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站了起来 她知道眼下的情况只能靠自己 面对还想继续侵犯她的阿维奥 小娜怒斥对方如果还想继续活命的话 就赶紧滚出去 要不然等公爵大人赶到的话 她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还的 面对着小娜吃裸裸的威胁 醉酒的阿维奥这才有些清醒过来 更是在听到小娜准备将这件事情告诉伯爵大人时 之前还嚣张跋扈的阿维奥彻底害怕了 她忽然从小娜的身上看到伯爵的影子 那种至高无上的威严不是现在的她可以挑战的 等落荒而逃的阿维奥离开后 小娜如是重负的瘫坐在地上 庸人也在这个时候赶了回来 小娜却没有让对方把这件事情告诉伯爵大人 只是让其帮自己泡一杯含有阵痛作用的香草茶 为了不让外人发现 小娜强忍着身体的疼痛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更是当庸人准备通知公爵的时候 小娜希望对方为其保守秘密 她实在不想再给公爵添麻烦了 随后在公爵和伯爵告别之后 小娜也终于要离开这个只会给她带来痛苦的伯爵府 她的心情也在这一刻逐渐变得开朗 在前往公爵府的路上 小娜一直强忍着身体传来的疼痛 尽管身体已经控制不住的发抖 但只要看到一直陪在身边的公爵 她对未来的道路又充满了希望 就这样小娜也在不知不觉中 在公爵的肩膀上沉睡过去 公爵原本以为小娜这是太过疲惫吧 可无论她如何呼喊都得不到回应 更是看到小娜的嘴角已经开始流出鲜血 察觉问题的公爵立即命人赶回公爵府 小娜终于离开了那个 只会给她带来痛苦的伯爵府 但也因为临行之前遭受到阿维奥的毒打 身体重创的她最终倒在了回公爵府的路上 虽然在医生的抢救之下小娜保住了一命 但公爵也为自己的疏忽感到自责 她本以为救下了小娜的母亲后 两人会过得越来越好 可关键时刻自己还是无法成为小娜心中的依靠 就当公爵认为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时 昏迷已久的小娜也终于苏醒过来 尽管身体依旧痛得撕心裂肺 但在见到公爵的第一面时 小娜还是迫切地询问母亲现在的情况 在得知母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后 小娜紧动的心情才得以松懈下来 可以想到公爵为他们母女俩付出的一切 自卑的小娜又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对方的恩情 只能把投蒙在辈子里不敢面对公爵大人 面对如此一幕公爵不禁感到些许失落 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得到小娜的完全信任 但是公爵相信只要自己一心一意地付出 小娜终究会有一天认可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丈夫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 公爵总会亲自下出照顾受伤的小娜 尽管小娜打心底里一百个不情愿 但还是抵不住公爵的死皮赖脸 面对公爵的温柔和体贴 没有恋爱经验的小娜每次都会羞红着脸 她发誓等病养好之后 一定要带着母亲好好报答公爵大人 相比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小娜 此时的伯爵却是满脸阴沉 她一想到公爵临走之前说的话就感到寝室难安 原来公爵为了给小娜出口恶气 她便把伯爵唯一的儿子阿维奥推荐给镇首边疆的斯皮诺侯爵 如此歹毒的想法不禁让伯爵感到大汗 她很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货色 软弱的阿维奥根本就无法活下去 而且据传闻所言 那个斯皮诺公爵不仅残忍暴念 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比起女人对方更加喜欢年轻的男人 面对公爵这明目张胆的抱负 伯爵却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把怒气发泄到自己那个倒霉儿子身上 而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遭殃的阿维奥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直到现在她还惦记着小娜的身体 自从小娜离开伯爵府后 病态的阿维奥就把心中的怨气全都发泄到女佣身上 可内心的空虚依旧得不到满足 她无法接受曾经那个只会养猪的孩子变成了父亲的私生女 更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高不可攀的公爵夫人 痛苦不甘之中阿维奥开始记恨上伯爵大人 十分惬意 经过公爵的细心照料她的身体也终于完全康复了 头发也由之前的深红色慢慢开始变浅 原来就在几天前 公爵考虑到两人现在已经算是知根知底了 便让她以后不需要为了假扮梅林天天染头发了 更是在得知小娜一直有个做骑士的梦想时 暖心的公爵还准备教小娜防身的剑术 动伤的小娜在公爵的细心照料下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她再也不用为了隐藏身份天天把头发染成深红色了 看着在练武场练习剑术的公爵大人 小娜的思绪被拉回到从前 当初被母亲当作男孩子养大的她 一直怀揣着成为骑士的梦想 如今成为公爵夫人的她深知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 面对关心她身体状况的公爵大人 小娜的眼里一直偷偷盯着对方腰间上的配件 本想为自己曾经的梦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可细心的公爵还是察觉到小娜满怀期待的目光 不禁开始有点怀疑自己这位夫人居然还对剑术感兴趣 于是在小娜的一脸惊讶之中 公爵便将一把木剑递给了小娜 还嘱咐她自己的家族早些年树敌太多 如果小娜能学习一些防身之术 她这个丈夫也能放心一点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惊喜小娜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公爵还以为是自己误解了小娜的意思 可下一秒小娜的眼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 公爵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她不禁猜想那个时候 教她剑术的父亲或许和她现在的心情一样吧 于是公爵便准备从最基本的持剑姿势指导小娜 可是从这时却突然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在知道小娜的母亲苏醒后 公爵立马让誓从准备马车 再去见母亲的路上小娜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好在有公爵的安慰和陪伴 小娜不安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等马车来到一处城堡后 小娜再一次见到那个当初抱走母亲的男人 在对方的带领下小娜终于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母亲 看到母亲还活在世上 小娜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母亲也在这个时候苏醒过来 小娜急忙搀扶住母亲的身体 或许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分开的时间实在太久 母亲近一时认不出眼前的女人是谁 但当小娜揭开头上的发誓后 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远行的孩子终于回来了 可当她看到小娜还未褪去的深红色头发 母亲更加觉得自己对不起她这个女儿 原来当初她生下小娜不久后 就曾后悔没有打掉这个本不该出生的孩子 虽然母亲也很想尽力保护她这个女儿不受伤害 可小娜最终还是因为她的自私承受了无尽的地狱 而她这个所谓的母亲却连一次正眼都没看过这个孩子 面对母亲的道歉 小娜紧紧地搂住母亲颤抖的身躯 她从不后悔现在的生活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 她依旧会选择成为那个在猪圈里长大的小女孩 因力诸多磨难的小娜最终见到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这一天是她哭得最开心的时候 面对久别重逢的母女俩 公爵本想上前安慰一番 怎料母亲一看到她这个贵族立马如临大敌 在给岳母深深聚了一功后 才把自己公爵的身份说了出来 母亲这才想起小娜当初曾经告诉过她成为公爵夫人的事情 于是在小娜的震惊之下 母亲竟直接跪在地上请求公爵原谅她刚才的鲁莽行为 无奈公爵只好解释小娜已经成为了她的妻子 所以希望以后母亲也把她当作半个儿子看待就行 从未受过如此待遇的母亲只能寻求小娜这个女儿的帮助 在看到小娜满脸笑容的样子后 母亲最终接受了公爵这个女婿 她也知道自己的女儿这次是嫁对了人 随后的时间里母亲因为伤势还未痊愈 还需要继续在城堡里接受治疗 所以在离开之前公爵便让小娜和母亲道个别 母亲在看到女儿得到幸福后也非常心满意足 但在临行之前她还是不忘嘱咐小娜 以后一定要和公爵好好生活才行 如果可以的话她希望下次小娜来看她的时候 最好能抱来一个小外孙过来 面对母亲的调侃小娜的脸蛋瞬间红的法子 母亲也终于露出从未有过的微笑 看着离开的小娜 她知道自己的这个宝贝女儿终于长大了 反观从城堡出来的小娜 一直处于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一想起母亲让她赶紧和公爵生个孩子 小脸就不自觉地羞红起来 更是不敢直视公爵的目光 可就在这时 公爵却不知何时准备了一束鲜花送给小娜 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第一次正式地向小娜申请告白 小娜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感到迷茫 她真的很想接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心意 可又怕这是公爵为了鼓励她再开玩笑而已 于是天真无邪的小娜又一次拒绝了公爵的告白 往后的日子里 小娜已然成为了公爵府的女主人 在听说公爵大人马上就要参加比武的时候 笨手笨脚的她准备制作一条手卷送给公爵作为礼物 忙碌了许多天也只是秀出一个简单的模型 为了排解内心的郁闷 小娜便带着女佣出去散散心 不知不觉中进来到了公爵所在的恋舞场 一想到之前公爵向她表白的事情 害羞的小娜就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怎料还是被眼尖的侍从凯撒给发现了 公爵也在这时露出一脸坏笑 更是当着小娜的面和侍从做些举止亲密的动作 面对如此一幕 小娜惊恐地看着两人 心里更加确定埃奥拉说公爵喜欢男人的事情是真的 侍从凯撒虽然不知道公爵今天这是什么意思 但她十分肯定小娜又误会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保护公爵夫妇的新婚生活 作为工具人的她可是操碎了心 等凯撒离开过后 心有隔阂的小娜不自觉地冷汗直流 就当她也准备悄悄离开练武场时 公爵却叫住了她的脚步 在小娜的满脸疑惑与惊恐之下 公爵却开始教她练习剑术 更是亲力亲为地指导她的动作 只不过小娜一想到公爵的特殊癖好 浑身就如同蚂蚁爬一般的难受 好在天色渐往公爵便早早结束了这次的练习 小娜这才得以从公爵的怀抱中抽出身来 在向公爵表示感谢后 小娜如同受惊的蚂蚁 急匆匆地逃离练武场 不明所以的公爵看着小娜仓皇离开的样子 回想刚才练习剑术的场景 直到现在掌中还残留着小娜身上的炽热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小娜一直不肯接受她的心意呢 又恋爱经验的小娜一直误会公爵喜欢男人 心有隔阂的她又一次拒绝了公爵大人的深情告白 为了拯救公爵夫妇的新婚生活 作为公爵人的侍从凯撒 只好找到了小娜的贴身侍女索菲亚寻求帮助 两人商量好对策之后 故意以公爵的名义将小娜叫到了宫殿的后花园 被蒙在鼓里的小娜来到地方之后 并没有看到公爵的身影 反而听到身后的树林里传来侍女索菲亚的声音 等小娜靠近查看时 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小娜的认知 侍女索菲亚竟然和公爵的侍从凯撒抱在了一起 还未等小娜反应过来 凯撒急忙解释她和公爵大人 不是小娜所想的那种关系 自己喜欢的一直是女人 可小娜的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只能将埃奥拉临走之前 说公爵喜欢男人的事情告诉了两人 是从凯撒这才明白 小娜一直被那个恶毒的女人给骗了 于是便以生命向小娜保证公爵大人绝对不是那种人 小娜这才意识到自己或许是真的误会 但她还是嘱咐两人 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公爵大人 在往后的日子里 心结被化解的小娜再次面对公爵时 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抗拒 但依旧会在公爵教她练习剑术的时候 不自觉的面红而视 公爵也感觉到小娜对她的态度明显不太一样 为了乘胜追击拿下小娜 也没谈过恋爱的公爵 故意露出自己引以为傲的八块腹肌 可小娜看到后却不像花痴少女那般痴迷 无比尴尬的公爵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洞钻进去 小娜也为刚才看到的一幕感到震惊 她没想到身份高贵的公爵大人身上 居然有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伤痕 内心隐隐作痛的小娜忽然意识到 这个外表坚强的男人 其实也遭遇了很多她不知道的痛苦 联想到公爵这段时间为她默默付出的一切 小娜也没有了继续练习剑术的心思 在感谢一番公爵的指导后 小娜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寝宫 笨手笨脚的她又开始缝制那条 准备送给公爵的手帕 尽管双手已经被刺穿无数个针眼 小娜也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 为了感谢公爵的照顾 就算是死她也要在公爵参加比武前把手帕做完 等到第二天 小娜强撑着身体的疲惫练习剑术 公爵也对小娜的天赋感到无比欣慰 就当她准备和小娜在大战三百回合时 实在支撑不下去的小娜意识逐渐开始模糊 等她再次睁开双眼 才发现自己刚才竟然晕倒了 就当她准备为刚才的事理道歉时 却注意到身下静垫着公爵大人的衣服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晕倒后 公爵一直在照顾她 看着眼前这个体贴的男人 小娜的心里不禁感到暖暖的 她也真的很想为对方做点什么 于是在公爵醒来的时候 小娜犹豫片刻还是拿出了 昨晚准备好的手帕地了过去 上面竟然袖着一只充满希望的大公鸡 就算是见过不少世面的公爵 也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实在憋不住的她最终还是笑了出来 小娜也知道自己的手艺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就当她以为公爵不会收下这么丑的礼物时 公爵却欣慰地收下了手帕 还向小娜表示 这是她十几年来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了 文言小娜不禁有些害羞起来 嘱咐一番公爵不要在比武中受伤后就准备离开 可公爵却牵住了她的手 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公爵温柔地在小娜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小娜的身体也不自主地颤抖起来 她本以为这不过是对方的恶作剧罢了 可当她看到公爵那无比真诚的眼神 小娜的心也有了鬼属 自从公爵亲吻了小娜的额头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娜也对公爵的爱慕逐渐加深 当她再次去看望养病的母亲时 母亲从小娜的脸色感知到女儿这是春心懵懂了 她也为女儿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感到开心 可小娜的心里却总觉得对不起善良的母亲 虽然她最终将母亲从水深火热的伯爵府救了出来 但为了逃避纠缠母亲二十多年的伯爵大人 在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隐患时 母亲依旧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在阳光下生活 一想到这里小娜就感到无比自责 她向母亲保证等她和公爵从迪武场回来之后 一定会带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当母女俩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准备迎接新的人生时 贪婪的伯爵大人又一次来到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 在发现小娜的母亲逃走后 心肠歹毒的伯爵又开始准备她的下一场阴谋 不过已经回到公爵府的小娜对此并不知晓 在和母亲告别后小娜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公爵也知道小娜是在担心他们离开后母亲的安全没有保障 公爵把小娜带到了湖边 还故意拿出白天收到的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 看着身旁害羞的美娇妻 公爵温柔地牵住小娜的手 她决定在参加比武前必须化解两人之间的误会 当初她为了不让小娜和她结婚后心里有负担 才故意让小娜误会她和侍从之间不正当的关系 可随着误会的加深 小娜对待她的态度也总是若即若离 为了打破这层窗户纸 公爵第一次当着小娜的面前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喜欢女人 懵懂得小娜大脑一片空白 公爵又继续袒露自己的心声 她永远忘不了小娜对女仆说话时的轻声细语 也忘不了她救助受伤的孩子时的勇气 更忘不了小娜在暴雨中为小狗皆生的善良 如果可以她希望照顾小娜一辈子 面对公爵的表白 小娜的内心也在这一刻颤抖起来 回想对方当初如同神明一般仁慈地救助了她和母亲 也总会在她无助的时候默默守护在她的身边 这一刻小娜决定把自己的真心托付给这个男人 却因为紧张不自觉地一直打嗝 公爵也没想到自己的深情告白得到的回应竟是这样一幕 考虑到以后还要和小娜一起生活很长时间 又一次表白失败的她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在给小娜披上外套后 公爵便准备用自己的方法让小娜不再继续打嗝 在小娜的震惊之下公爵的身体不断靠近 就当公爵准备亲吻她的时候 当才还控制不住的打嗝却停了下来 没有得逞的公爵只能将小娜送回了寝宫 回到房间后的小娜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她做梦也想不到身份高贵的公爵大人 竟然真的喜欢上了她这个庸人所生的孩子 小娜也曾怀疑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伯爵早就预料好的 可以想到和公爵相处的这段日子 不甘命运的她也很想尝试一下恋爱的味道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到了公爵去参加比武的日子 在安排好福利的一切后 公爵便带着小娜坐上了马车前往西斯科竞技场 小娜的头发也基本恢复成银色的样子 一路上公爵的内心总是感到不安 面对这次飞去不可的比武 回想那个让她感到厌恶的男人 公爵原本打算这次比武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可当她看到对面一脸担忧的小娜 公爵更是信誓旦旦地向小娜保证 这次的比武她一定会取得第一名 文言小娜虽然曾未怀疑过公爵大人的实力 但还是恳求公爵在比武中一定不要受伤 在得到公爵的保证之后 马车也终于来到了西斯科竞技场 小娜和公爵终于来到了贵族用人命取了的西斯科竞技场 她也第一次见到人性黑暗的一面 看着比武场中为了获胜不得手段的骑士们 小娜忽然意识到这次的比武比她原本预料的还要残酷 只有胜利者才会获得贵族们的嘉奖 而失败的一方面临的则是死亡 小娜也愈发担心公爵会在比武中受到伤害 深感欣慰的公爵只能先行带小娜离开竞技场 相比兴高采烈的贵族们 公爵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她原本应该带着小娜向比赛的组织者国王行礼 可深知对方就是一个色中恶鬼 为了不让小娜遭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公爵便准备先将小娜安顿好后再独自前往 随后在仆人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临时居住的帐篷 里面的环境虽然不如公爵府的奢华 但小娜还是觉得这次露营的体验非常不错 就当公爵安排佣人开始布置房间的时候 小娜却发现偌大的帐篷居然仅有一张床铺 连想到晚上要和公爵睡在一起的样子 不甘心的小娜还想继续挣扎 在反复确认营地里没有其他的帐篷后 心如死灰的小娜依旧不打算这么妥协 她便准备晚上等公爵睡下后就悄悄跑出去 然而公爵早就预料到她的小心思 于是嘱咐小娜营地一到了晚上就会有恶狼出没 所以如果没事的话 还是不要一个人在晚上出去比较好 面对垂头丧气的小娜 公爵也是实在不忍心 于是便告诉小娜自己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营地的周围早就被士兵们清理过了 等庸人们布置好一切离开后 公爵也为把小娜带到荒郊野外的生活感到抱歉 可小娜对此却是毫不在意 尽管现在营地没有公爵府的舒适 但怎么也比当初她住在猪圈里的日子要强 所以小娜非常温柔地向公爵大人表示感谢 心动的公爵脸上瞬间露出一抹羞红 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 公爵不禁怀疑如果自己想要的话 小娜会不会也红着脸接受她呢 不思乱想一番过后 公爵便独自前往国王所在的帐篷 闲不住的小娜也准备带着女佣索菲亚去附近散散心 在确认营地周围真的有士兵守卫时 小娜之前紧绷的心态慢慢松懈下来 可就当她准备好好欣赏一下附近的风景时 头巾却伴着秋风在空中挑荡 更是落到一个青绿色头发的男人的手里 等小娜带着女佣过来时 男人也非常自觉地把头巾还给了她 但当小娜准备离开的时候 男人却爆出了自己的名字叫路德维希 闻言小娜心里顿感不妙 她现在也多少了解了贵族之间的礼仪 如果其中一方自爆了家门 她也必须介绍自己的身份 迫不得已小娜只能告诉男人 她是公爵大人的家卷 男人一听小娜是公爵的妻子 嘴上虽然对刚才的无礼向小娜道歉 可话语中却从未对公爵用过敬语 细心的小娜也察觉对方 似乎并不太把公爵放在眼里 尤其是男人那肆无忌惮的眼神 也让她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就当小娜准备带着女佣离开时 男人却非要舔着脸护送她回去 尽管小娜的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 但也只能任由男人跟在她的后面 可小娜不知道的是 这个看似外表人畜无害的家伙 不仅是身份高贵的国王大人 而且还被她的美貌迷得无法自拔 这位公爵夫人的小娜 竟被贪婪好色的国王大人给惦记上了 也不知道公爵知晓这件事后 会不会当场活寡了她 小娜自从被国王送回到住所后 联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 小娜总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回想自己从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 变成公爵夫人 小娜忽然很害怕这些终有一天 会如同泡沫一样消失不见 现在的她非常不想离开 一直把她当做亲人的公爵大人 就当小娜对未来感到担忧时 暖心的公爵也来到了身边 考虑到小娜今天跟随自己 周车劳顿了一天 便嘱咐她早点上床休息 借口逃离房间 公爵也知道小娜这事摸不开面子 于是便告诉她如果身体熬坏了 在城堡养病的母亲肯定是要心疼的 得到台阶下的小娜 这才不甘心地坐在了床边 在偷瞄一下睡在旁边的公爵后 小娜的心脏都快紧张地要跳出来了 但考虑到再这样任性下去 公爵可能也会睡不好 影响后续的比武 小娜这才小心翼翼睡在了旁边 看着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娜 公爵不禁想起了白天的事情 是从凯撒来到营地后 就曾建议过她要不要换一张大一点的床铺 可公爵为了和小娜拉近关系 非常直接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毕竟这样的机会可是她梦寐以求的 不明所以的小娜也慢慢在僵持中睡了过去 但她却梦见自己身穿单薄的衣服 在丛林中逃命 身后更是有群狼在拼命追赶她 被围住的小娜尽管内心已经害怕得不行 但她依旧拿起武器准备反抗 可面对凶残的恶狼 身单力薄的小娜最终还是被群狼撕咬住 在惊恐和不甘之中 小娜也从噩梦中苏醒过来 却发现公爵将所有的被子盖到了她的身上 面对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不想影响公爵休息的小娜独自来到了营地外 遥望满天的繁星 小娜不断地向神明祈祷 如果可以 她希望一直能陪在公爵的身边 等到第二天公爵醒来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小娜的身影 公爵的内心也在这一刻开始紧张起来 小娜这时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更是将在银币外捡到的一根稚鸡的羽毛送给公爵大人 其中代表的寓意便是为即将上战场的心爱之人送上祝福 面对小娜的关心 外表坚强的公爵居然感动地哭了出来 自从母亲去世后 很久没有人这么关心过她的生死了 备受鼓舞的她当场拿出盔甲和武器 准备开始在比赛前热热身 小娜也第一次见到公爵如此可爱的一面 等到公爵换好装备即将上场的时候 小娜全身紧张地像块石头 公爵也为了不让她担心 便让小娜为她插上那根带着心爱之人祝福的羽毛 并询问小娜是否相信她能取得第一 文言小娜却想起了两人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过往 明明曾经一直非常讨厌贵族的她 在公爵的真诚与温柔之下 小娜的心也慢慢被公爵所复获 所以面对即将出战的丈夫 作为妻子的她相信公爵大人一定比任何人都光彩夺目 有了小娜的信任后公爵对于这次的比武势在必行 可以想到和国王的约定公爵也不禁感到头疼 原来昨天公爵在向国王行礼的时候 对方却突然提议想要见见小娜这位公爵夫人 原本公爵是打算拒绝的 可面对国王那毫不掩饰的威胁 为了不暴露小娜私生女的身份 迫不得已之下公爵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件事情 于是在参加比武之前 公爵便告诉小娜 等于会有个老朋友会邀请她一起观看比赛 没有多想的小娜也一口答应下来 等公爵前往经济场后 侍从便带着小娜前往那位老朋友的住所内 小娜也非常奇怪里面的主人是何身份 然而当他看清来者的面貌 小娜的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此人正是之前他在营地外立见的那个青发男子 等侍从凯撒介绍了男人的身份是国王陛下时 小娜仿佛受到惦记一般傻傻地愣在原地 小娜再次遇见了那个他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厌恶的男人 却没想到对方的身份居然是高贵的国王大人 尽管内心一百个不情愿 小娜也只能接受国王的邀请一起观看公爵的比武 等公爵踏入竞技场的那一刻 小娜的内心也在这一刻紧张起来 好在比赛前公爵得到了小娜的祝福 面对实力不弱的对手 公爵最终还是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取得了这场胜利 小娜一直紧绷的心情才得以松懈下来 就当他准备迎接凯旋而归的公爵时 刚才还一直沉默不语的国王却让他待在原地等待公爵过来 更是亲手递来一颗葡萄让他品尝一下 小娜考虑到男女有别本想拒绝 可以看到面色不悦的国王大人 迫于无奈小娜也只能忐忑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虽然国王自始至终对待她的态度都十分温柔 可小娜总感觉到对方的不怀好意 那种感觉就像曾经面对病态的阿维奥一般 甚至比之前还要可怕一万倍 就当小娜祈祷公爵能快点赶过来的时候 国王却慢慢地蹭到了她的身边 嘴角的贪婪更是想要一口吃了小娜 其实身边不缺女人的国王大人 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小娜感兴趣 可以想到公爵有一位关心她的妻子 内心的骄傲就让她很想占有这个女人 也就在国王手脚开始不安分的时候 公爵也终于从竞技场赶过来 好事被破坏的国王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反而当着小娜的面夸奖公爵的忠诚 要不然也不会刚比完五就来向她这个陛下请安 深知国王脸皮比城墙还厚的公爵也不想和其打嘴仗 非常霸道地把受困的小娜抱在了怀里 心知肚明的国王也很清楚公爵这是在向她宣示主权 等小娜跟随公爵离开后 刚才还一脸无所谓的国王却感到一阵空虚 她一想起公爵和小娜在面前恩爱的样子 非常后悔刚才没有强行霸占了小娜的身体 不过已经回到住所的公爵和小娜并不知晓国王此时的心态 两人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段坎坷的感情也愈发变得越来越好 然而危险也在慢慢地开始蔓延 之前被公爵坑了一把的阿维奥 也抱着复仇的心态前往到斯皮诺侯爵府 而那个本该逃离到其他帝国的梅林 也偷偷来到了西斯克竞技场 安兰的国王趁着公爵比武的时候 想要占有小娜的身体 还好公爵的及时出现小娜才躲过了一劫 但这件事情也给了公爵一个警醒 他迫切地希望比武结束就带着小娜回到公爵府 就当公爵憧憬着和小娜的幸福美满生活时 正在洗澡的他却听到一阵脚步声在慢慢靠近 公爵本以为是小娜要和她一起玩泡泡浴 却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公爵立马意识到此人并非是她的妻子小娜 于是当那人准备对她动手的时候 公爵毫不犹豫地开始反击 却发现来者竟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女人 还声称她才是伯爵的亲生女儿梅林 原来患上相思病的梅林自从被小娜顶替了身份后 伯爵就让她这个亲生女儿躲到帝国以外的地方 却没想到梅林在第一次看到公爵的背影后 就陷入痴狂状态 为了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心有不甘的她便准备当众揭穿小娜的真实身份 以此换来公爵这个天命之子 可公爵听到这则消息却没有梅林预想的那么开心 反而一脸阴冷地看着她 面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公爵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难道她不知道这场婚姻本就是国王赐下的吗 如果这件事情暴露在世人眼中 那么伯爵一家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看 所以为了不让外人发现有两个梅林的存在 同时也是为了小娜的安全着想 公爵最终拔出手中的佩剑 陆是梅林如果再敢污蔑她的妻子 自己会毫不犹豫地了结她的性命 虽然梅林还想继续解释 可当她看到公爵那冷酷的眼神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输得一败涂地 带着不甘与愤怒 梅林最终坐上离开竞技场的马车 等到第二天小娜醒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公爵已经为她解决一个潜伏已久的女患 考虑到今天没有公爵大人的比赛 她又不喜欢像其他贵族一样参加聚会 于是小娜便带着女佣外出散散步 怎料索菲亚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贵族的身上 尽管她已经为自己刚才的鲁莽 向男人鞠躬道歉了 可对方还是不留一丝情面的一巴掌扇了过来 看着鼻青脸肿的索菲亚 平时一向温和的小娜也彻底愤怒了 在看到男人若无其事地准备离开时 小娜叫住了对方的脚步 怒斥其作为一个贵族 殴打一个庸人算什么本事 看着对自己没有丝毫畏惧的小娜 男人的脸上却露出一亩奸笑 思索片刻后 她还是为自己刚才的行为道了歉 但当小娜准备带着女佣离开的时候 男人却希望小娜明天可以观看她的比赛 文言小娜虽然感到十分奇怪 但也并未多想 等她和女佣回到住所后 如是重负的小娜大口喘着粗气 对于刚才出头的一幕 她还是有些心急 看着不断道歉的女佣索菲亚 小娜像个大姐姐一样贴心地 为她擦拭着脸上的伤口 虽然两人是主播关系 但小娜却一直把索菲亚当作妹妹看待 深受感动的索菲亚 更是当场发誓以后一定要侍奉小娜 等晚上公爵回来的时候 小娜为了不让公爵操心 就没有将白天的事情告诉她 而公爵也因为昨晚梅林的出现坐立不安 虽然手下告诉她梅林已经登上了 去网邻国的船只 但为了以防万一公爵 还是让眼线长期驻留在港口 对于这次的意外也让公爵心有欲尽 她不敢想象 如果让外人发现了两个梅林的存在 小娜作为私生女假扮贵族的事情被暴露 就算她亲近公爵家族的力量 恐怕都难以保住小娜的性命 联想到国王对待小娜最近的态度 那种犹如看上猎物的眼神 都让公爵也开始感到头疼起来 还好温柔善良的小娜一直在安慰她紧张的情绪 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 公爵便准备等比武结束 立马带小娜返回公爵府 公爵在解决梅林这个真正的伯爵之女后 倍感担忧的她生怕国王发现小娜私生女的身份 于是便准备比武结束 立马就带着小娜返回公爵府 就当公爵在比武场中厮杀时 贪婪的国王又一次找到了小娜 更是强行邀请她到自己的房间叙叙酒 迫于对方的身份小娜也只能带着不安的情绪跟了过去 国王看着胆战心惊的小娜 昨晚她想了一整晚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迷上这个女人 对方不仅没有夺人眼球的肉体 而且还总是带着莫名的悲伤和忧郁 不过一想到小娜是公爵的妻子 哪怕这场婚姻是她这个国王赐下的 她也不想看到公爵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面对国王那肆无忌惮的眼神 小娜忽然感觉就像当初被病态的阿维奥盯上了一样 就当她惶恐自己这次可能无法逃脱的时候 国王却突然表示想让小娜做自己的情人 小娜也没想到作为一国之君的国王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虽然她也从伯爵的身上发现 已婚的贵族们经常会与配偶之外的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但对爱情中真的她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她和公爵之间的感情 所以小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虽然她也知道这样做彻底打了国王的脸 更会因此受到无法想象的惩罚 可以想到母亲已经得到了救助 就算是死她也不会背叛公爵大人 于是小娜简单行李过后就带着仆人离开了 国王也从刚才的震惊之中反应过来 但她却没有因为小娜刚才的当众打脸感到生气 反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 面对小娜这个第一次拒绝她的女人 国王已经开始期待小娜给她生猴子的样子 等小娜带着不安的心情回到了营地 今天已经比武结束的公爵立马将小娜拉进了房间 就当她准备告诉小娜一个好消息时 小娜却一脸柔情地询问她的身体有没有受伤 面对这个关心自己的女人 公爵仿佛从小娜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她的思绪也被慢慢拉回到14年前 当初公爵府突遭巨变 还在承受母亲大人去世悲伤的8岁的她 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耀 不得不成为公爵家族的继承人 在叔父费利佩的苛刻教育下 年幼的公爵每天都要承受她这个年纪不该承担的责任 只要她有一点做得不对的地方就会遭受到毒打 虽然全体家成都无法容忍侯爵大人的行为 但叔父费利佩深知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公爵家族的荣耀 所以小时候的公爵总能击败还未成为国王的路的威信 这也是为什么两人成年以后国王一直针对公爵大人的原因 只不过公爵也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 那个时候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点长大 就这样在叔父费利佩惨无人道的教育下 曾经那个只会在母亲面前撒娇的小儿子 最终成为了在战场英勇杀敌的公爵大人 直到她遇到自己一生所爱之人 她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伤害小娜 就这样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感受着对方的心声 情到农事公爵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温柔地抬起小娜的额头 面对公爵的索吻 害羞的小娜第一次勇敢地选择了面对 就这样在荷尔蒙的摧尸下 两个心爱之人最终稳在了一起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刻慢慢开始升华 就当公爵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小娜这才意识到这是大白天 羞涩的她急忙从公爵的怀里挣脱出来 公爵也从刚才的冲动中反应过来 于是便告诉小娜等回到公爵府后 两人再找时间探讨一下人生 看着面色红到发紫的小娜 公爵便拿出之前收到的来信 上面赫然提到小娜的母亲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知晓这则消息的小娜哭得撕心裂肺 她终于可以把母亲接回公爵府一起生活了 等到第二天决战时刻也终于来临了 小娜没想到和公爵对战的 竟是之前那个欧达索菲亚的贵族 但她依旧相信公爵大人的实力 也许有了小娜这个女主角的光环助阵 尽管对手的实力不容小事 但酒精沙场的公爵 还是在最后一刻轻松秒杀了对方 伴着人群的欢呼声 公爵最终取得了这次比武的第一名 无数贵妇更是争先恐后的想要现身 可公爵的眼里只有观众席上的那个女人 无比高兴的小娜也勇敢地冲到了比武场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两人深深地稳在了一起 等到比赛彻底结束后 身心疲惫的公爵也难得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 就当她憧憬着和小娜回到公爵府的幸福时 她忽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窝王为了留住她肯定会邀请他们夫妇参加庆宫宴 来不及休息的她立马吩咐 用人收拾行李返回公爵府 就当公爵几人着急忙慌地准备东西时 国王的侍从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面对这次非去不可的宴会 公爵在和小娜商量一番过后便决定一同参加 哪怕国王非要针对他们 只要他们夫妇同心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等到公爵带着小娜来到了宴会上 周围贵族们就开始对小娜朴素地着装开始指指点点 国王大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审美 居然戴着一顶丑到极致的小帽子 要不是考虑到对方的身份 小娜和公爵两人恨不得当场笑出来 看着夸奖自己美丽的国王 小娜也是感到受宠若惊 她本以为对方会因为之前打脸的事情迁怒她 却没想到对方好似根本忘了此事一样 虽然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安 但只要有公爵大人陪在身边 小娜就感到一阵安全感 可就在这时 之前输给公爵的那位贵族居然也来到宴会上 更是面目猙獰地盯着公爵大人的背影 就当小娜为此感到奇怪时 却注意到对方手里居然拿着一把匕首 小娜立马意识到什么 就当男人用匕首刺向公爵大人时 小娜不顾生命危险把公爵护在了身后 在公爵的一脸惊恶之中 小娜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之中 曾经的美好都如同泡沫一般慢慢消散 这一刻公爵的心彻底碎了 命运多舛的小娜最终还是倒在了公爵的怀里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仿佛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她不知道自己走后母亲是否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也不知道公爵大人是否会为她的离开感到伤心 随着小娜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刻公爵的心也彻底碎了 她无法接受心爱之人就这么离她而去 更无法接受为什么老天要这么针对他们夫妇俩 她只不过是想好好保护这个善良的女孩罢了 国王看着公爵失魂落魄的样子 她无法理解这个曾经在战场英勇杀敌的臣子 为了一个女人的死去就一直消沉下去 可无论她如何强令公爵振作起来 心死的公爵早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面对如此一幕 国王曾经引以为傲的自尊也被彻底击碎 这种曾经她一直以为不过只是童话里的美好故事吧 却没想到这世间真的有女子为保护心爱之人豁出性命 连想到自己之前还准备在宴会上强行抢走小娜的龌龊想法 国王莫名地感到羞耻 心中释怀的她最终命运将帝国的神官叫过来 文言众人也从刚才的失落中感到惊喜 虽然神圣之力可以让灵魂回到身体里 却只针对王族才有作用 不过哪怕只有一线生机国王也要尝试一下 她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小娜这个善良的女人死在面前 就这样神官将小娜的身体放在祭坛中央 源源不断的神圣之力注入到她的身体里 小娜的灵魂却出现在一片遥望无际的大海中央 身边更是有一个和她小时候长得很像的小女孩 两人迎着海风乘着小船慢慢飘向远方 可下一秒又突然来到了一片花海之间 听着小女孩唱的小时候母亲曾经为她唱过的摇篮曲 看着一位在身边幸福地睡着的小女孩 小娜的眼睛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疲惫 就当她马上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 忽然一股腰风吹过 等她再次睁开双眼 之前的小女孩忽然长大了不少 更是和小时候的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就当小娜看清对方的眼神 脑海里忽然出现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 惊恐的小娜这才意识到 刚才她居然忘记了心爱的公爵大人 伴随着暴雨落下 小娜的灵魂出现在一片黑暗的世界 在这里她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她也分不清这里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当小娜怀疑自己会在这样的地方一直活下去时 却听到了柏维老师的声音 面对这个在伯爵府一直毒打她的老太婆 现在的小娜已经没有之前的怨恨 如果自己没有作为冒牌或嫁给公爵大人 也不会认识那群温柔善良的人 更不会将母亲从伯爵府解救出来 所以哪怕今生无法再和这群人继续生活下去 小娜也相信未来大家一定能有相见的机会 可以想到自始至终为她默默付出的公爵大人 小娜的心里又有一丝不舍 她永远不会忘记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不会忘记两人经历的那段时光 如果还有来生她依旧希望做公爵大人的妻子 就当小娜带着未肃静的爱意和无法抹消的记忆准备离开时 身体却突然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之前被刺中的后背也在滚滚发烫 无法忍受的她默默流下了泪水 就当她感慨连死亡都带着疼痛时 却感觉有人来到了她的身边 温柔地为她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尽管小娜无法睁开双眼 但她知道这是公爵大人的气息 不甘心的她这一刻很想再看看公爵的样子 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小娜也真的不想放弃 原本早已死去的小娜 在神圣之力的注入下 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小娜看着守护在身边满脸憔悴的公爵大人 虽然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复活了 但能再一次见到心爱之人 这一刻她真的感到很幸福 国王也没想到只对王族起作用的神圣之力 居然对小娜也起了作用 原本她想犒劳一下神官大人 却得知一个令她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等国王带着莫名的微笑离开后 小娜也从公爵那里得知 两人居然身处王宫之中 原来小娜苏醒之后 公爵就想立马带着小娜回到公爵府 可国王却以小娜的伤势 需要敬仰拒绝了这个提议 护妻心切的公爵更是为此和国王大吵了一架 小娜看着面色憔悴的心爱之人 心疼的她真的很想抱抱这个 一直守护在身边的丈夫 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娜一直在王宫里养病 在公爵的细心照料下 小娜后背的伤口已经基本痊愈 可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 她却连基本的行走都无法做到 没走两步大脑就会感到一阵眩晕 体力不支的她更是亮腔中 险些摔倒在地上 好在赶来的国王及时护住了她的身体 可小娜却因为之前的事情 对这个男人有着深深的恐惧 就当小娜准备推开国王时 对方却一脸慈祥地称呼她为妹妹 还像哥哥一样把她抱在了怀里 小心翼翼地把小娜放在了床上 并嘱咐她一定要好好养病才行 这反常的态度也让小娜感到奇怪 她不明白这个之前 对自己有着非分之想的国王 为什么突然对她这么好了 而且还总是叫她妹妹呢 一神一鬼的小娜 更是觉得国王这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国王也知道小娜 这是对她还是心怀戒备 心生恶趣的她便准备逗逗小娜 于是表示自己不会喜欢一个 为了别的男人豁出性命的女人 而且她还要把小娜的丈夫 公爵发配到有战争的地方 文言小娜动感不安 虽然她从一个养猪女变成了公爵夫人 但也明白战争的最后受伤的都是贫苦百姓 算算不平的她摇摇晃晃地撑起身子 指责国王的不负责任 战争是让大家变得不幸的灾难 为君者不应该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话 国王也没有想到随口之言 竟然引起小娜这么强烈的反感 但她却没有感到生气 反而像得地痞无赖一样 直勾勾地看着小娜的眼睛 那样子就像欣赏一件 从未见过的美玉似的 实在受不了的小娜 只能把头藏在被子里 那意思很明显就是 现在不想看到这个吊锒铛的男人 等国王离开后 小娜才敢从被子里把头露出来 虽然她不清楚国王对待她的态度 怎么变化得这么大 但在受伤昏迷前 她依旧记得国王 曾经派人拯救她的性命 所以小娜由衷地想感谢 这个看似不太震惊的国王大人 在往后的日子里 小娜随着病情的好转 她也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 不过每次被公爵发现的时候 都会被强行抱回到床上 虽然小娜多次表示 自己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可公爵还是像保护小鸡仔一样 守护着小娜 经历过上次的惨案 联想到当初小娜 为了保护她豁出性命的行为 公爵真的很害怕小娜 再次丢下她一个人 所以她绝不会再让小娜 受到半点伤害了 就这样两个心爱之人 紧紧地抱在一起 彼此安慰对方受伤的心灵 又过了几日 公爵带着身体已经痊愈的 小娜参加国王的宴会 等落座后 国王的眼里自始至终 都是小娜的身影 更是得意洋洋的 称呼公爵为大妹夫 不明所以的小娜 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之前为了救回小娜的命 国王只能让神官 将神圣之力注入小娜的身体里 却没想到 只对王族起作用的神圣之力 居然也对小娜产生了反应 作为救命恩人的国王 就厚着脸皮认了小娜做干妹妹 小娜不仅从鬼门关活了过来 还被国王厚着脸皮 认了她做干妹妹 更是在小娜离开王宫前 送给了她大量的金银珠宝 而国王之所以对小娜的态度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都是因为之前 救过小娜一命的神官告诉过她 小娜的身上 很可能留着王族才有的血脉 要不然小娜也不会再 注入神圣之力死而复生 于是国王命人调查后 才知晓小娜的真实身份 却没想到这位公爵夫人 竟然是伯爵和庸人 所生下的私生意 至于小娜为什么会拥有王族血脉 都是因为她的外祖母 在伯爵家族举办的晚宴上 被一位属于王族的某人 玷污了身子 弄明白一切的国王 虽然并不在意小娜的身份 但考虑到那位不知名的先祖的罪行 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争斗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小娜的安全 国王在和神官商量后 最终认下了小娜当干妹妹 而且自从母亲去世后 没有兄弟姐妹的她 也很想有个可以保护的人 虽然国王也很想把小娜这个妹妹 留在身边 但考虑到公爵这个所谓的大妹夫 内心亏欠的她 也只能目送小娜离开王宫 最终在公爵的陪伴下 小娜终于踏上了回公爵府的路上 这次的旅途虽然惊险万分 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变得更加温馨 小娜依偎在公爵的怀里 那种安全感告诉她 这一切都不是幻觉 伴着细语朦胧马车 慢慢驶入公爵府 小娜迫不及待地跑回家里 她知道公爵府 今天来了一位她做梦都想看到的人 可当小娜抬头想看看母亲的样子时 身体却如同被雷击一般傻傻地愣在原地 曾经记忆中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她的眼睛居然因为伤病彻底无法再看见光明 可母亲的脸上自始至终都带着微笑 因为她知道女儿这次终于回来了 等到了晚上管家安顿好母亲后 小娜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房间 她无法接受善良的母亲被夺去双眼 内心的愧疚让她久久无法原谅自己 这一刻她恨不得将那个所谓的伯爵大人千刀万剐 也就在小娜暗自神伤时 公爵大人来到了旁边 轻轻地为她披上外套 对于小娜母亲的遭遇 公爵内心也感到非常遗憾 如果不是侍从凯撒告诉她小娜母亲这些年的经历 她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女人是如何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 不仅常年要遭受到伯爵一家的誓保 还要顶着精神上的痛苦独自把小娜这个女儿养大 因力千辛万苦的小娜好不容易再次见到善良的母亲 怎料母亲却因为伤病双目彻底失明 深感自责的小娜久久无法原谅自己 好在公爵一直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面对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 两人决定以后要带着母亲好好地活下去 等到第二天清晨 小娜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公爵一脸柔情地看着心爱之人 原来就在昨天夜里 这对结婚许久的夫妇也终于突破了那层关系 尽管如此小娜面对公爵直勾勾的眼神 依然害羞地像个少女似的 好在公爵十分体谅她这个妻子 简单身个懒腰后就要开始处理公务 看着心满意足的母亲 小娜的眼里却似乎藏着心事 她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晒床单被照的日子 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贫困 可只要母亲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小娜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所以小娜犹豫片刻后 还是决定把那件事情告诉母亲 原来她被国王认作干妹妹后 国王告诉小娜她在王宫养伤的那段日子里 发生了一件大事 都城内突然流行一种顾名原因的疾病 起初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寻常的感冒发烧而已 可患者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一旦发病死亡率高达80% 而且死者的遗体都会留下壮如蔷薇的疹子 虽然国王也派出了大量的人手 可依旧找不到其中的病医 无奈国王只能让人建立几处临时救护所 可贵族们因为拥有充足的医疗物资 他们丝毫不在意平民的死活 于是愤怒之下 国王便要求贵族的男人负责建立和运营救护所 贵妇则需要协助救护所的医生们照顾患者及家属 而作为国王的干妹妹 小娜其实并不需要参与其中 可她自幼在社会的最底层长大深知百姓疾苦 如今虽然成了身份尊贵的公爵夫人 但依旧想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当时公爵为了不让小娜深入前线 便准备以公爵家族的名义向百姓捐献物资 可小娜似乎心意已决 无奈公爵只好让小娜回到公爵府后看看丈母娘的意见 所以小娜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起初母亲考虑到母女俩好不容易再次重逢 又担心小娜因此也会感染上疾病 所以便准备劝说女儿不要去趟这趟浑水 可当她看到小娜坚定的眼神 那一刻尽管母亲内心十分不舍 但深知女儿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 公爵这时也走过来表示 她一定会把小娜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而她之所以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也是因为公爵认为作为丈夫 她应该尊重小娜这个妻子的选择 不过在临行之前 公爵还是为丈母娘带来了一份礼物 在小娜和母亲的好奇之下 公爵拿出了一份贵族证明书 更是向两人表示 从今天开始丈母娘的身份变成了子爵夫人 小娜的母亲却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于是公爵便告诉她有了这个贵族身份后 那个贪婪的伯爵大人再也无法找到她了 文言小娜的母亲傻傻地愣在原地 这一刻她知道终于可以摆脱 那个困住自己半辈子的男人 公爵为了不让恶毒的伯爵大人找到小娜的母亲 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份贵族身份证明 善良的母亲也从这一天彻底摆脱 那个纠缠她半辈子的男人 可幸福终究还是来得太晚 母亲因为长期过度劳累 再加上经常遭受到伯爵一家的摧残 她的身体早就智力破碎 虽然小娜很不想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但她知道母亲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如今面对再次的分别 小娜不知道下次回来的时候 还能否看见母亲的身影 在痛苦与不甘之中 小娜还是踏上了前往医护所的道路 临行之前公爵特意让自己的贴身 侍卫波索尔和小娜一同前往 更是反复叮嘱小娜一定不要做危险的事 不要乱看其他的男人 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带上侍从波索尔 面对公爵的关心与呵护 小娜最终带着满满的思念离开了公爵府 然而这次的旅途并不想她预想的那么顺利 等小娜来到了贵妇们聚集的卫生局时 眼前的一幕让小娜感到震惊 本该为了帮助疾病折磨的百姓 大家才会按照博王的命令聚集在一起 可贵妇们却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好似参加一场舞会 就当小娜感到愤怒时 身边却走来了一位她做梦都没想到的女人 此人竟是梅林的母亲伯爵夫人 上一次见面小娜还只不过是个指挥养猪的假小 如今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 所以小娜也没有了当初的害怕和紧张 可当她看到伯爵夫人那双纤细娇艳的手 联想母亲这些年遭受的痛苦和委屈 小娜恨不得当场撕碎了对方那虚假的脸蛋 但考虑眼下救助百姓才是最迫切的事情 她最终还是强压下心中滔天的怒 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伯爵夫人却在小娜耳边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就算世界毁灭 她也不会原谅小娜这个抢走自己女儿一切的私生意 被愤怒压制理智的小娜此时并未太过在意 她只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带着 却听到贵族们竟然在小声议论她 其中一人更是污蔑她身为公爵夫人 曾经多次坑害自己的女人 哪怕小娜的心灵再过善良 如今也想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女人 就当小娜思索如何应对眼下的情况时 庸人突然告诉众人话时马上就要到了 贵妇们立马开始梳妆打扮起来 不明所以的小娜只好询问一位贵妇其中的缘由 可贵妇却冠冕堂皇的解释 虽然大家迫于王族的命令不得不聚集在一起 但没有一个人真的想去传染病流行的乡下 闻言小娜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聚集在这里的贵妇们只是想假装帮助这个悲剧时代的穷人们 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但后世们多年以后再看到这幅画像 依旧会赞美贵族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不愿同流合污的小娜不想继续待在这个让她感到恶心的地方 在众人的惊讶之中 小娜这位公爵夫人最终选择了离开 伯爵夫人更是为小娜的傲慢感到颤动 她无法接受这个明明出身卑贱的私生女 居然有着和盛年时期的伯爵大人一样的威严 联想到自己那从不被重视的儿子和女儿 公爵夫人更加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体会到贵族黑暗的一面的小娜 也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拯救贫苦的百姓们 真正的贵族从来都不会在意穷人的死活 小娜在深刻理会到贵族黑暗的一面后 不愿同流合污的她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帮助被疾病折磨的平民们 于是便带着庸人找到了卫生局的负责人 查尔斯也没想到小娜这位身份高贵的公爵夫人愿意出手相助 虽然她也曾经怀疑过小娜这么做的目的 但眼下医院的人手实在不足 于是查尔斯还是带着几人前往到救援的第一线 小娜也第一次看到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一幕 整个街道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尸体 查尔斯更是解释这些都是死于瘟疫的平民们 一开始为了让死者安息还会将尸体进行掩埋 可随着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也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些了 闻眼小娜内心不免有些低沉 看着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联想到那些只会在人前装模作样弄虚作假的贵族们 小娜更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随着马车慢慢远离都城 小娜一行人来到平民居住的平民窟 映入眼帘的则是一对高烧不退的兄妹俩 脸上的薔薇花更是代表他们已经感染了这次的传染病 在查尔斯的诊断之下发现孩子们只是初期症状 只要及时治疗还有一线生机 孩子的母亲得知这个好消息 身体却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小娜的怀里 原来她的丈夫感染传染病后就死了 孩子们也得了同样的病 那个时候她无数次想不放弃 可母亲的本能还是让她不愿放弃自己的孩子 好在小娜的及时出现又让她看到了希望 或许是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母亲曾经为她付出的一切 小娜紧紧地抱着这个苦命的女人 虽然女佣索菲亚提醒过她最好不要和这些患者接触 但母爱的伟大还是让她奋不顾身地去拯救这些平民 最终在众人的细心治疗下 孩子们的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 脸上的薔薇花也彻底褪去 迎接她们的将会是美好的幸福生活 在帮助好这家人后 小娜临走之前还特意留下了一些食物 孩子的母亲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只能跪在地上亲吻小娜的衣裙 祝愿这个善良的女人得到女神戴安娜的保佑 不受世俗礼仪的小娜也只好弯下身子将女人从地上扶起来 如此低调和善的行为也让查尔斯感到尊重 原本她还对于小娜这个出身名门的贵族说 要帮助平民的事情半信半疑 却没想到小娜真的愿意这样做 随后的日子里查尔斯开始带着小娜来往于平民库之间 更是把自己的好友帕斯特叫了过来 大家对于这次的传染病都感到无比头疼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简单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也知道这次的病情主要来自水源问题和与患者接触引发的 可卫生院的人手根本无法让他们彻底杜绝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对此都感到垂头丧气 小娜也知道这一点目前无法改变 虽然他们无法救助所有的人 但只要大家肯付出努力 那也是给遭受疾病的平民们留下希望的种 小娜的一番话也彻底振奋了卫生院的所有人 大家调整好心态又准备开始投入救援的第一线 可现实的残酷却给了小娜沉重的打击 在一次救援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症状非常严重的小男孩 她的全身都已经长满了蔷薇花 于心不忍的小娜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个孩子就这么死去 苦思冥想之下小娜想起了曾经在伯爵府看到的一本书 上面提到了一种名叫神之类的万能药 在和医生确认这种药的确可以治疗小男孩的病情后 兴奋的小娜便希望医生开始大量制造这种药物 可医生的话却磨灭了小娜的希望 因为这种药物的造价极其高傲 每个患者需要的费用都已经可以买下一头牛了 文言小娜很清楚医生话里的意思 相比于生命不如畜生的平民 他们根本就不配使用这种东西 争病了无药可就是天灾 但有药没钱却是人祸 小娜好不容易查到一种名为神之类的药物 可以治疗小男孩的疾病 可医生的回答却彻底击碎了她刚刚生起的希望 虽然神之类可以让兜成所有感染瘟疫的百姓恢复健康 可每个患者需要的费用完全可以买下一头牛了 王国也不会允许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拯救那些生命不如畜生的平民 虽然小娜也很想反驳医生所说的话 可她很清楚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世界 有些人注定要在痛苦中死去 带着沉重的心情小娜坐上回卫生院的马车 一路上小娜总会想起那个阴急病痛苦不堪的小男孩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也就在这个时候马车外突然飞过来一只乌鸦 女扮男装的波索尔立马意识到这是公爵大人的性格 还未等她看完信件上的内容 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外面更是传来刀剑的碰撞声和嘶吼声 预感到危机的波索尔立马脱掉外套 抽出随身佩戴的绑剑 神情紧张地盯着窗外 在嘱咐小娜这个女主人千万不要走出马车后 独自一人面对眼下的危机 小娜也透过窗外看到波索尔和五个蒙面男厮杀在一起 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小娜多少也有点紧张 仅仅只是片刻又恢复了理智 看着身边因为害怕已经流鼻涕的女佣索菲亚 小娜便让其藏进马车下面的箱子里 并嘱咐在救兵没有到来之前千万不要出声 闻言索菲亚也为小娜的做法感到吃惊 如此危机的时刻小娜还在替她这个庸人着想 深受感动的她这才意识到小娜是真的一直把她当作妹妹对待 于是在索菲亚的惶恐与不安之中 小娜最终选择跳下了马车 脚步轻快地来到波索尔的身边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们 小娜捡起了地上的武器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 这一刻她如同真正的骑士一般无所畏惧 面对冲过来的歹徒们 小娜和波索尔相互依靠共同抵御这群亡命徒 在战斗之中小娜完全将公爵大人指导她的剑术发挥出来 每一剑都带着沙发和果断 更是直接将一名歹徒的胳膊扛了下来 带头大哥也没想到小娜这个弱女子居然如此顽强 看着两人逃跑的方向不仅感到有些头疼 但受制于人的她必须除掉小娜这位公爵夫人 反观带着波索尔躲到一处茅草屋的小娜 刚才的战斗已经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 再看到浑身是伤流血不止的波索尔 小娜立马取出水源让其休息片刻 更是直接撕掉身上的衣服为她止血 深受感动的波索尔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公爵照顾她的样子 看着细心为她包扎伤口的小娜 连想出发之前公爵拜托她一定保护小娜安全的事情 尽管身体已经痛得撕心裂肺 但波索尔依然咬牙强忍着拿起地上的配件 就算这次拼了性命 也是必要保护好小娜这个女主人的安全 可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小娜立马意识到歹徒已经追了上来 小娜立马上去带着小娜的小娜 最终拿起武器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虽然眼下的情况对她和波索尔完全不利 但她依旧不想就这么束手就擒 等到带头大哥带着小弟们闯进房间后 看着对面严阵以待的小娜 立马让手下将其围了起来 其中一人更是毫不留情的猛踹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波索尔 面对如此残暴冷血的歹徒 小娜也只能端起宝剑摆出防御的姿态 看着周围虎视眈眈的挤人 小娜不断思考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 对方突然袭击她的马车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名誉 于是小娜便向带头大哥提议 如果肯放两人一条生路 那么自己这个公爵夫人将会送出大量的金银财宝 面对如此天大的诱惑 带头大哥却露出一抹奸笑 虽然小娜的提议非常诱人 但这次背后的主人给她发出的命令是必须除掉小娜 所以她最终选择了拒绝 随着谈判破裂小娜的内心也开始紧绷起来 可这时其他几位歹徒似乎有些心动小娜的提议 然而带头大哥的威严不容挑衅 愤愤不平的手下只能把火气撒在波索尔的身上 小娜也因为担心波索尔分了神 带头大哥直接趁其不注意控制住了她 随后便让小弟们先行出去 她要在屋子里干掉小娜 等小弟们带着波索尔离开后 带头大哥一点没有怜香惜玉 直接粗鲁地把小娜扔到了地上 小娜看着带头大哥手里的巨斧 那种死亡逼近的感觉迫使她更加冷静起来 虽然她也很想找个尖锐的武器刺穿对方的脖子 可带头大哥根本就不给她任何的机会 看着即将落下的巨斧 无路可逃的小娜最终紧闭双眼选择接受死亡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只希望公爵大人不要看到她惨死的样子 可过了好半天也没见巨斧落下 等她睁开双眼却看到已经倒在地上的带头大哥 原来是贪财的小弟们背后捅刀子 小娜本以为这些人是接受了自己刚才的提议 怎料这群不法之徒不但想要精英开本 还想趁机玷污她的身体 面对几人的侵犯小娜恨不得死在带头大哥的刀下 听着耳边传来肆无忌惮的笑声 小娜忽然有些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如果她像那些贵妇一样对因瘟疫受苦的人们见死不救 那么自己现在或许已经和公爵还有母亲幸福地生活着 想到这里打死不认错的小娜还是很不甘心 看着想要脱掉她衣服的歹徒们 小娜的脸上却露出一抹妩媚的神色 更是轻轻拉扯衣服上的丝带让歹徒不要着急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想要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救援 她相信卫生院的几人发现自己失踪后肯定会派人找她 就在小娜即将被歹徒领辱的时候 消失已久的艾尔拉一脸谄媚地看着床上的大肥猪 原来袭击小娜的歹徒竟是这个恶毒的女人找来的 女人每天与800斤的大肥猪同床共枕 只是为了让男人帮她除掉小娜这个所谓的公爵夫人 在被这个满身肥胶的臭男人折磨了几天几夜后 艾尔拉一脸冷漠地离开房间 下体传来的疼痛已经无法抹去心中的仇恨 虽然她也不想用身体换来这种交易 但只要一想到小娜夺走了本属于她的公爵大人 病态的艾尔拉恨不得喝她的血吃她的肉 只要能彻底杀死小娜这个女人 就算和这个丑陋的男人再睡几次她也毫不厚 到那时候公爵大人依旧是属于她的男人 就当艾尔拉坐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美梦时 为了争取营救时间的小娜已经脱去身上的衣服 那碧月羞花的样子小编都已经流下了口水 百徒们更是被小娜的美貌刺激了一阵火热 色胆包天的几人就准备开始白日宣饮 也不管小娜这个当事人愿不愿意 其中一人如同恶虎扑石一般冲了上去 在小娜的惊恐中开始动手动脚 害怕的小娜仿佛看到了公爵的身意 这一刻她突然掌握了拳王泰森的终极大招摇耳朵 被袭击的歹徒也因为疼痛愤怒地把她推开 倒在地上的小娜听着歹徒的乌言慧语 她深知这次可能真的逃不掉了 为了不让公爵以外的男人触碰她的身体 小娜决定咬舌自尽 突然房门被一脚踹开 在小娜的匪夷所思下 刚才还扭起轰轰的歹徒被人一箭刺进了胸膛 来者正是她的心爱之人公爵大人 在解决完所有人后 公爵一脸柔情地为小娜披上外套 破旧的小娜也在这个时候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更是直接扑进了心爱之人的怀里 随着两人的目光汇聚在一起 这对许久未见的夫妇恨不得当场吻在一起 可如此关键的时候 小娜却想起了受伤的波索尔和躲在马车里的索菲亚 就当她准备查看两人的情况时 公爵却拦住了她的脚步 在小娜的迷惑之中 公爵如同被冷落的妻子一般 哀怨地指责小娜出去这么久了 为什么不给她这个丈夫写信 这次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后面的事情她都不敢想象 文言小娜也知道这是爱人在关心她 为了安慰公爵小娜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抱抱 却无意间发现公爵的衣服上早已被鲜血尽尸 小娜这才意识到公爵为了救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看着公爵在两人新婚之夜划破的手掌 小娜轻轻地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可把公爵给羞红了脸 看着一脸微笑的小娜 暖心的公爵也没有了继续责怪她的理由 在她的眼里 小娜这个妻子就是自己的唯一 虽然小娜一直认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公爵大人 但公爵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烂好人 就像今天一样 公爵这次奋不顾身地赶过来 也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平民 她只不过是想守护自己的妻子 无论小娜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哪怕她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公爵依旧会选择追随小娜的脚步 虽然这番深情的告白小娜已经听到了很多次 但每次都觉得充满了真诚与温馨 所以面对公爵的所吻 小娜也选择了回应 可就当两人即将吻在一起的时候 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房间 公爵立马掏出武器准备反击 怎料来者竟是那个不喜欢穿上衣的国王大人 公爵好不容易将妻子从歹徒手里救了出来 可当她想要和小娜温存一下感情的时候 国外穿上衣的国王大人又一次破坏了她的好事 面对这个曾经对小娜有着非分之想的男人 虽然国王已经把小娜认作了干妹妹 但公爵还是发自内心地讨厌这个男人 所以当国王准备想要给小娜一个属于哥哥的拥抱时 护独自的公爵直接表示妻子的身体现在非常虚弱 也不管国王乐不乐意直接就带着小娜返回到马车上 预料到这种局面的国王也没有生气 在吩咐手下将歹徒的尸体收拾干净后 刚准备离开的她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位士兵居然骑着马匹偷偷溜走 心思缜密的国王立马意识到自己身边竟然混进了奸细 联想到小娜这个干妹妹最近的遭遇 怒火中烧的国王更加决定不会放过那些欺负自己妹妹的坏人 而已经坐上马车的公爵自始至终都在柔情地看着小娜这个妻子 她很清楚一个弱女子为了救助病人四处奔波身体肯定早就累坏了 心疼的公爵紧紧将小娜搂在怀里 在心爱之人的陪伴下公爵也慢慢睡了过去 却梦见了那些曾经死在自己刀下的贵族们向她索命 惶恐不安的她也在惊吓中苏醒过来 回想小娜最近遇到的事情 公爵开始有点担心起来 原来公爵所在的家族当初就是因为虐杀了一部分权贵才脱颖而出 所以非常不受贵族社会的欢迎 虽然公爵根本不把这些萧小之辈放在眼里 可这次小娜被人暗算的事情也引起了公爵的重视 等到两人回到卫生院后 终于看到了身负重伤的波索尔 医生告诉小娜虽然她用了很多种方法 但波索尔因为失血过多恐怕这辈子都无法醒来 备受打击的小娜无力的贪坐在地上 公爵只好安慰小娜不要伤心 相信命运女神一定会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 可小娜还是无法原谅自己 她永远不会忘记波索尔将母亲从伯爵府救出来的样子 虽然两人相识不久也没说过几句话 但对方依旧愿意为了保护她这个公爵夫人甘愿付出生命 自责的小娜不断向神明祈祷波索尔一定要从昏迷中醒来 她真的很想报答对方的救命之恩 回想这次遇到的那群亡命徒 小娜也开始思索对方到底是谁派来的 但她首先排除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伯爵大人 那个自命天高的家伙显然没有这个脑 而病态的阿维奥也被小娜排除了 因为对方一直想要霸占她的身体 大概率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剩下的就是梅林和伯爵夫人了 可他们其中一人如同过街老鼠 现在藏身在邻国的贵族中不敢露面 另一个则是只敢躲在伯爵后面耀武扬威的女人 这两人显然没有这种实力 而结果也正如同小娜所预想的那样 之前被公爵赶走的梅林 确实已经坐上前往邻国的船之上 曾经高贵的伯爵辅大小姐 终日都喝得烂醉如泥 每天都做梦想要一睁眼就躺在公爵大人的床上 而那个病态的阿维奥虽然依旧很想得到小娜的身体 也会在睡梦中梦见父亲伯爵大人和小娜的样子 但只要等她一睡着 总会有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来到她的身边 在睡梦中反复折磨她的身体 而真正对小娜下狠手的则是公爵的唐美艾尔拉 不由主角光环的小娜不仅没有在袭击中受伤 反而还成为了百姓们口中的引发圣女 原来就在不久前 公爵因为这次的袭击事件本想带着小娜返回公爵府 虽然小娜也十分思念家中的母亲 但一想到那些在瘟疫中苦苦挣扎的平民们 小娜实在无法忍心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有了公爵大人陪在身边 现在的小娜似乎又充满了力量 面对小娜的顽固公爵最终败下阵来 只能留下来陪着小娜一起救助需要帮助的百姓们 公爵更是花了大价钱让所有人喝上纯净的水源 他们舍己为人的行为给了所有医护人员极大的鼓舞 小娜更是被大家称为引发圣女 可两人的努力却依旧无法制止这次瘟疫的传播 劳动力染病的家庭更是数不胜数 小娜也意识到如果找不到这次病情的原因 哪怕花了再多钱也无法解决这次的问题 就当小娜感到迷茫时 不喜欢穿上衣的国王大人突然到访 百姓们更是以为国王陛下这是来慰问他们 原本国王并不想理会这些平民们 她这次来也只不过是想看看小娜这个干妹妹 可看到孩子们眼中带着期望的目光 心高气傲的国王还是决定给大家打打气 然而当她看到从旁边路过的小娜 立马如同脱缰的野马冲了过去 更是直接抢走了小娜手中的竹篮 非常愤怒地斥责卫生院的负责人 为什么让自己的干妹妹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受到惊吓的小娜刚想解释 公爵大人非常霸气地把小娜拦在身后 顽脸警惕地质问国王大人来这里做什么 国王虽然对于大妹夫的无力感到生气 但还是厚颜无耻地表示自己因为担心小娜这个干妹妹 所以双脚不受控制的就自己走来了 这番言论立马引起士兵的议论 大家也是第一次听说公爵夫人居然还是国王大人的妹妹 士兵们胡乱猜忌的一幕也让小娜感到担心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小娜决定必须先搞定国王大人才行 于是不顾公爵大人的阻拦 非常礼貌地感谢国王大人的关心 宠媚狂魔的国王立马心满意足 此时的公爵恨不得赶紧带着小娜回到领地 可天不如人愿 意识兴起的国王非要拉着大家一起聚聚餐 还美其名曰地表示一定要和大妹夫多喝几杯才行 如此一幕小娜夫妇也不得不败在国王的后脸蹄之下 一想到自己付出身体的代价换来的却是这种结局 此时的艾尔拉都快要被气死了 她实在无法接受为什么无法从公爵身边赶走小娜这个女人 失望与不甘之中艾尔拉只能仰天长肖命运的不公 也就在这时房门被缓缓推开 那个满身肥镖的奥利福伯爵来到了房间 已经失去理智的艾尔拉愤怒地质问大肥猪为何没有杀死小娜 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一个大嘴巴子 紧接着就是一个大铁拳 躺在地上的艾尔拉做梦也无法想到 这个之前还把她宠城堡的男人会突然打她 相比于艾尔拉的无知 奥利福伯爵可是人间清醒 她很清楚这个女人当初不过是想利用她而已 两人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 如今事情虽然没有办成 自己还损失了五名得利的手下 贪婪的奥利福伯爵一脸奸笑地看着艾尔拉 尽管脸上的微笑是那么的真诚 但艾尔拉已经意识到等待她的将会是地狱般的折磨